我們今天主題是第三勢力的核 那副標題是新政治的開拓與挑戰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綠藍格林的故事 是第一個吧 有選上的非從藍綠系統出來的 等下會再報導 但希望之後不會是最後一個 要對之前還有勞動黨的算 那新政治的開拓呢 其實裡面充滿了非常多的挑戰 大家應該也都看這一段時間 包括科幣也包括非常多的年輕人來參選 那也包括一些非主流兩大黨的政治勢力 包括經濟側印 包括綠黨當然也包括強制術黨 或是其他的文明民主陣線 那有一些政治的組織其實已經開拓很久了 但有一些東西出來 那大家都在這一次的所謂318之後的這一波 年輕人崛起的這樣子的一個潮流當中 好像取得了一些一定程度的成就 但這些真的就代表說第三勢力已經成行 已經有可能了嗎 還是說我們其實面對著更多的挑戰 面對更多的困難 但是也許面對著各個機會 那今天很榮幸地邀請到就是 有兩位的候選人 包括新北市 綠黨新北市市議員參選人周寧 包括 綠黨紀錄市市議員參選人明立 那也有我們地球公平基金會執行長 綠黨也是綠黨的共同召集人跟著老師 那也有郭敏老師 中業任務學研究所 在我們地球隊 謝謝老師 還有我們地球社公民行動聯盟裡面 學長 謝謝主席 我會去邀請到那些在十五屆 在社會議題 在就是 政黨運作還有競選的過程當中 他們處在各個不同位置的朋友 包括學者 包括實際參與的行動者 那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來跟我們討論 關於第三勢力這件事情 當然也關於小黨在 這個新的潮流 從2014 那接下來也許要到2016 的這波時代洪流當中 那我們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謝謝 那還有第一位 第一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原發六的這個 介紹 然後還有 謝謝各位委會的委會 還有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叫李根正 現在是立黨人工黃沙集 那首先我為大家做一次 這次的立黨選舉報告 那關於這個 2012的部分 等一下就起來 變成是一個討論的議題 這是立黨這次的所有參選人 那中間其實有一位就是 穿黑色衣服的本來要選桃園市長 但是因為呢 募房沒有達到門檻 因為要募200萬 結果募到80幾萬 那所以就沒有辦法參選 提不出保證金啦 所以實際上 今年綠黨的總的參選人數是 呃 9個市議員 9個議員 然後加上1位議長 總共10位 那但是我們從這次的選舉 自己有做了一些分析 跟算是一個內部的檢討 第一個部分 我們看的是整體上 如果就縣市議員部分的選舉 整個各政黨的得票率比例來看 除了我們看到很顯著的就是 藍綠板塊的轉移 就是指的藍營的場敗 就是民進黨大勝這樣的情況呢 以外呢 其實五黨跟小黨的歧視是在檢討 那政黨的得票數 得票比例 有像這種集中的現象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囊 我們獲得的票率從2005年的62% 現在到2014已經達到74% 那相反的其他政黨 或者五黨級小黨的 或五黨級身份參選的民意代表的得票率 卻只在逐年下降當中 下一張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次小黨參選 直轄市跟縣市議員的選舉結果 就是有當選的部分 我們把它列出來 就是新民黨提名的36個 當選的9位 當選的比例是25% 台聯是41 然後當選9位 當選比例21.9% 綠黨這次提名縣市議員 包括直轄市 在內9位 然後當選人數是2位 當選比例是22% 那新黨是提名19個 但是也只有當選2個 他的當選率是最低 只有10.5% 那勞動黨呢 只有提名1個 當選1個 所以當選率是100% 很厲害 那 五黨跟國民黨跟民進黨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地方選舉中 五黨的比例算是非常低 那針對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果 我們的觀察是呢 其實小黨或五黨的參 能夠當選的其實 家族中心的影響力 地方派系 或者是同一個政黨裡面的氣寶效應呢 其實還是蠻能不能當選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第二點是 這次大家如果看得出來就是 掛太陽花學指標的候選人 就是說他特別突出這個形象 而且真的有參與的 其實包括像在台北的黃一海 這些指標性的候選人都沒有當選 那從太陽花激起對國民黨的不信任呢 其實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民進黨 但是沒有辦法轉移成 對小黨或特定候選人的任務 然後其他小黨的席次再縮小黨 下一招 那這次綠黨的選情 第一點就是 當選的一席直下市議員就是好友 然後一席現議員 算是打破1996年以來在 綠黨在議會裡面的這個 林兵席次 算是一個蠻大的突破 但是選舉的結果不算非常非常好 但是算是有突破 那西竹縣陸遠周江 其實他的得票率 是達到百分之九點九七 是歷屆 立黨得票率率最高 除了就是在2012年 民進黨里讓開安生的立委選區以外 算是歷年來得票率最高 然後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的得票數 將近一萬七千票 也算是立市綠黨得票率最高 第二點就是王浩宇在中立的那個第二高票 算是滿滿 很多人都覺得滿神奇的 那大家所知道就是他這個粉絲團經營很久 是中立的 但是其實他也有加上實體的經營 所謂實體經營是他背後其實有 包括所謂乙電養團這樣的資源 在支撐整個粉絲團運作 那他一開始要選舉的時候 也體會到說 其實網路很有可能是虛的 所以他開始做一些比較實體的選民的拜會 然後很深入基層的進行這些場面的工作 所以他不全然只是看到網路 所以但是他這種經營模式在等於是前面經營了好幾年 在選舉的時候在比較密集點的投入 其實是滿多的人力跟實踐資源成分 那這樣的模式能不能複製看起來並不是很容易 就是如果以目前立黨的各個候選人來看 也不一定能夠複製這樣的模式 那做這樣的選票 那根據分析起來的結果就是說 他在傳統的一般的鄉村選區其實得票率並不好 得票比較好的還是來自於跟高維凱一樣 是外來的這個外移的人 就是同島內人議員 第三點就是各區的這個得票數跟2012的鄭港錄 相比來講其實蠻有成長的 所以成長的大概就是比數大概是2到5倍左右 那10個參選人裡面有9位我們拿回了保勝金 那5位呢每票得到30塊錢的政黨5票的補助盤 然後各個候選人離最低當選門檻的差距大概是大概一半 就是距離當選比較靠近的地方大概是一半到3分之間左右 所以比起綠黨過去的候選人其實有顯著的成長 然後最接近當選門檻的是梁藝智跟羅悅峰 梁藝智今天有來到現場 他的選舉讓很多的選民就眼睛一亮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可以就是拿到七八千票 一個新人完全是一個新人 可是在這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像 王忠林或者是幕外或者是附近藩 那大家可能比較熟悉這幾年 比較有從事這個我們的社會運動的忠林還有附近藩 他們其實算是長期扎根地方的草根議題 但是呢得票數卻不如原先的預期 那針對這件事情我們覺得需要重新去檢討 我們的選舉策略跟地方經營的策略 那其中比較指標等一下忠林應該會自己去報告 我就不講細節因為他今天人在現場 如果在別的場我就講多一點 謝謝 下一集 我們面對這個未來的挑戰有下幾點 第一個是我們認知到說已經高度認同律黨選民 其實比較多並非可以組織或者我們已經組織好可以動員的選民 所以我們未來必須要嘗試結合議題或網路的形式在進一步的組織化 同時我們也認知到說在這次有參選人的選區應該要進行扎根的經營 所以我們現在各個選區已經在參就是經過這次參選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沒有當選但是願意留在地方持續的詐欺 開始在思考怎麼經營 那第二點我們看到了民進黨執政縣市大幅的增加 那這裡面我們有感受到一種引誘就是說 因為不管是縣市議員或地方政府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那有可能從第三部門這邊吸收非常多的人才 或者是這幾年間比較積極參加社會運動的青年 那這個其實對整個NGO跟就是所謂的進步的政黨可能都是個挑戰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也體會到就是說其實現在有好幾個縣市民進黨不僅是執政的 而且他們的那個議會裡面的席事是過半的 那未來這些就是擁有行政跟立法都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這些縣市首長的施政 還有那個以及民間對他的監督會不會更困難 這是值得觀察 第三點就是網路在這次其實對綠黨來講算是非常重要的宣傳東西 因為我們沒有錢可以去買電視廣告 也不可能去登報紙的廣告 這些都是要花大錢的 所以我們然後媒體的報導其實他們坦白就講說 你們在國會有多少席次才有多少檔面 零席次的政黨在現在的媒體是很難錄出 那同時在這次選舉大家都已經很清楚看到了 整個全台灣航日只剩下聯社能跟合璧在學 其他的連縣市首長其實能夠得到報導也非常少 那更何況所謂地方議員就非常困難 那所以網路幾乎是我們非常以待的工具 可是這樣的工具對我們全國在使用網路的人能見度當然有提升 比如說我們這次的粉絲團大概增加了兩三萬 可是呢到底對地方選舉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評估可能是有限 或者是說個別候選人的情況不太一樣 那幾個參選人裡面有一些粉絲業經營的算不錯 像小青一開始不知道多少人家可以分析一下 現在已經成長到一萬人左右 算是蠻好的 那有一些大概中立也經營蠻久 或者是有些新經營大概都有幾千 那有一些候選人自己評估說對他們的宣傳是非常有幫助 尤其是譬如說在桃園地區在國市中立人的帶動 還是這些宣傳之下好像有蠻大的影響 那但是呢在一些鄉村選區譬如說像座江節選區 航湖的選區等等 到底他能發揮多少作用 因為目前看起來好像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那第二個部分是就是說 未來在當然在全國政黨票的部分 我們將來要從1.70%提升到5% 必須要有一些突破的策略跟資源 因為不能只是說靠紅路 那當然有朋友在說這個都沒有機會投到內打票 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2016你們一定有機會 每個地方都可以投了 第四點就是 雖然2014的選舉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地方政治的選舉其實還是取決於家族政治 兩大派 兩大派系 比如說我在高雄最大的指標就是 陳菊的派出了五個遺棄人馬 就是市政府裡面的公職 全部都高票當選 有些是經濟高票 甚至有些是經濟高票 然後還有選舉的資源 就是越有錢的 就有辦法去進行選舉宣傳 越能夠讓選民認識你 越能夠收割社員的形象 就是這是他們的絕對優勢 但是你沒有錢 連讓選民認識你都非常困難 那所以在這種不公平的選制底下 其實社運形象 進步的形象是很容易被收割 然後青年的形象更容易被複製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議員說 未來很可能是權貴青年 跟平民青年的選舉對決 因為那些兩個大政黨很有可能 就已經從這次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些在同一個選區 老的就被年輕人淘汰掉 但是其實就是說 整個看起來在這些條件底下 我們認為說在地方政治裡面 第三政治的空間 在這個選舉中定得到 但是展望2016政黨票 其實還是一個比較可能的空間 下一張 那綠黨過去爭取的選票來源 我們分析起來大概有三種 一種就是所謂不願再投某個政黨 也投不下另外一個政黨 比較典型的例子 賭亂票 對賭亂票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 在就是所謂泛藍的集中的選區 就是投不下國民黨 可是他也不願意投給民進黨 所以確實有這方面的選票 那但是呢 這種選票容易在選情激化 會換下執政黨的時候呢 就是來歸隊啦 就是反正他們就是 不一定能夠真的投到 具有進步裡面的價值的這個候選民生長 那這一次的這些選票在像 可能在鄭文燦的那些選區是蠻明顯的 就是我們在昨天的那個座談會上 有一些縣長的一些選民反應就是這樣 他是在導演 他們就是要教訓胡志亞 本來想說即使他當選 也不要得票率太高 然後太強敗啊那樣 結果沒想到就是把小孩給打死 這是那邊是犯人選民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 願意依照證件跟理念價值投票 但是沒有固定投票增長形象的 其實這部分的人數可能比我是很多 而且容易動 就是看看哪個候選人 或者是看選舉公報 看選人哪一個比較容易支持 比較非知的支持 第三點是已經知道 並認同立黨政黨品牌的 比如說現場各位有許多可能 就是任立黨的支持者 但是這樣的人可能是更少了 那但是他們就是大家的投票行為 就比較固定 立黨有推出候選人就投這樣 所以未來其實立黨在多席次的進典策略上 我們有體會到說必須要乍根 好幾位候選人這次參選的結果 就認為說我們還是扎得不夠深 這種扎根體現在什麼呢 比如說跟選民互動溝通的語言 比如說到台語到那個客家語的選區 你可能語言還不夠流暢 或者是你想要傳達的理想理念政見 你沒有辦法透過長明的語會去跟人家互動 或者是在地的社區社區的 所以像這類是很典型的 就是說我們扎根可能還在努力 當然還有很多 另外還有更進行更廣泛的選民的一些了解 包括對社區整體發展的一些了解 尋求一些新的突破 這方面其實要做的理工課還蠻多的 很多候選人參選完之後都提論到說 我們其實對整個地區的發展的了解 可能還有很多要加油 那同時其實整個綠黨也要致力於 就是如果提升在全國的能見度 認識以及信賴 因為一個政黨從來沒有人有當選過 然後你說要給人家多大的信任感 因為你要總要做了之後 然後你就知道 所以未來其實我們已經當選了兩位候選人 我們責任非常重大 那到底能不能真的就是體現一個新政治的路線 然後真的在地方議會上做出蠻大的突破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未來蠻大的抵折 好謝謝 以上我先跟大家做一個正案的報告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他幫我們選舉要珍惜 至少就綠黨這個所謂小黨 所謂的藍綠以外的這樣一個第三個中間的勢力 那這次競選這次選舉的過程當中 大概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接下來應該請 那我們接下來請 那我們接下來請中英後名利 來更加安詳請 這次選舉過程當中的狀況 好 因為今天題目是第三次年選舉 那不是做選後檢討 所以有任何不可以說太多細節 但是大致上如果我想我們的選後檢討裡面 關於這個這件事情 可以抽出幾個 有任何也許會有影響的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常常拿進廚房來做這個政治的比喻 那如果繼續沿用這個比喻 那我不只是什麼進廚房會不會熱啊 手會不會弄髒這個問題 其實還有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進廚房 你要吃鹹醬 你要嘗得出鹹的甜的味道 糖跟鹽巴不分 你怎麼做菜 所以就好像我們要開一家 環境友善的小農 所提供的食材的餐廳 但是我連下多少鹽巴 我都不會掌握 我嘗出來的菜不是太甜就是太鹹 不然就太淡 那你做這家餐廳能夠有多少客人 所以一樣的道理 選舉事務有一些是你不可能不做的 你要讓選民認識你 你要讓選民知道你的證件 你要讓選民至少知道 為什麼要投你的理由 你要讓選民看到你 這個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工作 而這個工作也賣什麼 仰賴你的團隊的運作 仰賴你的工作計畫 你的檢討 然後仰賴你定期的要獲取 這個選情的資訊 並且要調整你的腳步 那這件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 不管我們今天報的裡面 你也有多正確 多偉大 多怎麼樣 就好像不管你是一個友善的餐廳 然後你不管食材是多麼的自然 多麼的無毒 你都不可能省去那個你要做料理的 你要知道怎麼料理的這個步驟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是恐怕是 就是常常我們會忘記的 就選舉有選舉的基本功 這個基本功 或許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方向 比方說我們不跑紅白鐵 不過老實說我也在跑紅白鐵 我應該是綠腦唯一跑紅白鐵 只是說我的紅白鐵 不是傳統那種不管誰鐵子來 然後我們就去然後什麼 給點電影然後什麼的 我們基本上我們不給電影 然後我們也沒有掛那個 那個叫什麼 白色的布叫腕簾 腕簾 對 然後我們也不去 就是我們不被所有的人都去 我們去的一定是 比方說我們幫助他做土地徵收抗爭 那他家裡有長輩過失 可能就假裝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還是保有那種 我們鄉下人的理解 但是不是額外的做一些 到處去發散那個 管連的這種動作 那不管如何 我們怎麼樣檢討過去傳統 那種選舉行事的問題 太吵 太亂 我還是得找到一條方式 讓選民認識我 這個是不可能手續的工作 不可能僅僅因為你是對的 選民就選你 因為至少他得這樣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選後 非常花了很多工夫 我們團隊自己 一段的開會 然後我們也跟我們的支持者開會 跟一些願意跟我們聊的選民 我們還會去剖析我們到底哪裡做的不夠好 哪裡做的不對 哪裡做的有效果但是不夠 或者哪裡做的事情是沒有效果甚至反效果 那這個是我覺得任何一個願意踏進這個圈子的人 都必須要有覺悟的 你進廚房 你不只不怕把手弄髒 不只不怕熱 你還要知道賢讚 你要知道怎麼樣料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其實跟今天可能更多人關心的 就是到底在今年的局勢裡面 第三勢力的空間在哪裡 那我必須很坦承的承認我們今年是 我這樣講的很奇怪 但我有時候覺得我今年是被318打敗的 就是在318後的那個整個大局 對國民黨的檢討 或者對一個新政治的期待 對年輕面孔的期待 有很大的一個能量灌輸到 我如果直說的話就是民進黨第二代 那個期待的強大 可以強大到 把他們一樣是民進黨 幹了30年的老議員的票 吸光光然後慘敗 那就更不要說我們這些 沒有資源可以跟他們競爭的人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局勢 是一個現實 那我自己覺得 這中間除了有無資源這件事情之外 就當然是很現實的 比方說它可以打廣告 而且它不是地方的蓋台廣告 它是全國性的新聞台去打廣告 那這種事情當然是 你沒辦法的事情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另外一點 其實我也不斷的在想 在形象的塑造上 其實我們是既不如人的 姑且不論資源 你怎麼樣塑造一個形象 怎麼樣被選民認識 就算撇開也沒有錢 我們做的也是不夠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 我們的一個 要不斷自我學習 自我反省的題目 我們怎麼做好這件事情 所有的商品都要講行銷 那這個行銷 不一定是要騙人的 我們再怎麼誠實的行銷 是有用的 但是你不可能不行銷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地方政治 跟我們一年面對的 選戰的不同 那我覺得地方政治 有一些是很特別的事情 那我說實在話 我在淡水選 我覺得我敗在 我不夠被知道 我也敗在我太被知道 不夠被知道 當然是我們訓傳不夠 認識我們不夠 那可是太被知道的意思是 就是我在地方上 已經有一個凝固的形象 就是反開發 然後很多人覺得 他塞車是用我開的 因為我不給他開路 那因為那個形象 太根深蒂固了 所以我們在選舉中 很努力的要打 我們甚至出了一份文宣講發展 就告訴你說 我們不是反開發 我們也有發展的運氣 那我們的發展運氣 是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我們也很試圖的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故意要讓你塞車 很痛苦 那可是 那個形象的扭轉 我自己事後出格看是失敗的 我們沒有辦法扭轉我們的形象 那這件事情在地方上 恐怕是真的是很困難的 因為淡水人都關心交通議題 這個就是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淡水人都怕塞車 那只要你稍微有點關心交通議題 那你恐怕就很容易知道我的名字 那你就很容易覺得是我害你塞車的 那所以 這個是在地方上 因為淡水地方不大 而且淡水的公共議題 是很普遍的公共議題 就不像 也許有一些 有一些區域 它的公共議題是 只有少數人關心的 但是淡水 最兩個主要的公共議題就是 房地產跟交通 那這兩個議題是 普遍被大眾關心的 所以你躲都躲不掉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 16年的局勢 也許不一樣 也許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畢竟是全國 你不見得會 這麼明確的 被一個標籤貼死了 可是一樣的地方 或許是 真的還有一些標籤是全國性的 比方說 我經常聽到的就是被子 因為被子 非常重要 那我們怎麼做 我今年在淡水選舉 我們的策略是 想要洗白 那就洗了半天洗不白 就是這麼黑 那到底我們應該更努力的洗白 還是算的 反正我們就黑了 那我怎麼從這個黑裡面 去把我們的利基找出來 去把我們那個分眾市場找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很可以參考的事情 所以我簡單的分享 我的三個經驗 第一個就是 進廚房不只要不怕熱 還要有一點廚藝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地產世界的空間 那第三件事情是 到底我們過去做的事情 會不會成為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到底是 加分的標籤 還是扣分的標籤 那我們怎麼處理 怎麼面對 我們是要努力的洗白 還是要 就給它黑到裡面 那這是一些分享 其實都是開放性的問題 等一下大家都可以 進一步的做討論 謝謝 謝謝 嗯,我發現完全是從零開始 可能我之前從來沒有去過絕吧 對,然後,所以其實這 嗯,就是 因為過去完全沒有任何經驗 然後我過去在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推動食安的疫情 然後組織共同購買 然後推動校友午餐的一些食安問題 但以前在推動這些事情 都是認為這是 我認為很重要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以為一定要去選舉 好像是因為推動這些事情 最後就發現說 我們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到最後都會踢到一道鐵板 鐵板就是正式 所以也就是後來 有人問我要不要參選的時候 我才覺得說好像應該要去參選 好像才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有人問我說你為什麼去選里長 不是說因為我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里長可以解決的 是議員的成績 也許是市長的成績才能解決的 所以我就 你為什麼當然去選議員這樣子 那 我要講為什麼是從零開始 因為當我在選的過程 第一個是我要先開口告訴別人 我要參選 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做過 然後剛開始真的是不知道怎麼開口 然後那時候因為正好律長有一個 公民連署這樣的一個門檻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嘗試去說 但是在這說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它是一個強化你的意念跟信心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其實不像很好的這個過程 那後來慢慢的會說了之後 我發現我要跟大家講 我一個重要的政見是 食安這個東西 然後我第一個提出來就是 校園午餐 要用飛機感的食材 因為我在我孩子的學校去推動這樣的事情 推動成功了 那因為我覺得一個學校的努力太辛苦了 我希望去全市一起來弄 所以我把它弄成我的一個 政見的詛咒 但是這個事情就變得說 大家聽不懂這是哪一種的政見 什麼叫做飛機感 所以我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我要教育 教育我的選民 什麼是飛機感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就是一個里長候選人 他有一天跑來 很興奮的跑來找我 他說張小姐請問你會算命嗎 我說我不會算命 可是你好厲害喔 我以前都看不懂你這個是哪一國的政見 什麼叫做校園午餐飛機感 結果最近爆發了這個收水油 原來你在講食安 我說你是不是會算命 算什麼呢 我說我不會算命 我說台灣的食安問題已經講了幾年了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只是在這個時候把它提出來 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在這學區等於是從林開始教育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不知道綠黨是誰 所以他說綠黨 綠黨是民進黨 像我剛開始說我要猜選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家長跟會長的一個團體裡面 就有一個會長很高興 你都爬跟我講 用賴包講說 欸我最近聽說我們有推出一個新人 叫我一定要支持 我原來都是你啊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雞同鴨講了半天 結果原來他講的是民進黨 我說我不是民進黨我是綠黨 那他們民進黨的確有推出一個女性候選 我是一個新人 是不是要來搶這個婦女保障的人 所以我完全就是從林開始教育 所以我在我在這個宣傳的過程當中 很多部分 剛開始在發文圈 基本上我只有兩波文圈 第一波就是我的名片 第二波就是我真正的政見合作 那其他的文圈 我都在發 什麼叫做非濟改 還有什麼叫做綠黨 所以我就是 然後後來我的宣傳車 自己把我的小馬群改造成的宣傳車 呃也是前面都在講什麼是綠黨 然後後來可能要幹什麼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 嗯 一個就是從林開始的過程 那我感覺到其實就是我有一些在地的支持的基本盤 但是我發現其實我主要的分析應該是 是外來移民 因為七谷這個地區 它離台北其實交通非常方便 那很多很多移民 因為那邊房價等等比較便宜 很多移民過 那這群人就是通勤組 他們要到台北上班 那我有調查過那個人口的結構 就發現說 嗯 五萬個居民裡面有四萬居民 四萬居民裡面有兩萬五千人出來投票 有一萬五千人沒有出來投票 那正好七谷地區有五萬五千人左右 就是大學以上學歷的人 那這一次出來投票我就發現說 投票率只有65% 然後比較支持我的 最支持我的地區跟最不支持我的地區 都出現在同一個山區 那那個山區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人口結構 大部分是外來的移民 然後有高涉及地位 然後一部分是在地的 那在地的它會對外來的一些排斥 那像我本身 我就是一個外來的移民 我也是搬去七谷 但是 但是發現說 外來移民它可能是你支持的 但是它 它可能是 不願意出來投票的 對 然後那 而且有一部分它可能是非常冷漠 對 所以你如何讓那些人 真正能夠認識你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我也觀察到說 其實基隆有很多在地的進步勢力 然後比較嚴重的勢力 它已經是被民進黨吸收了 對 然後這個 這個 對 有看到一些機會 但是也看到一些危機 就是我如何去一去 那當然 基隆還有一個比較在地的團體 是火蒙 那這個 火蒙它 就是說 火蒙的 能不能整合一下的力量 就是盡盡起來 那如何整合起來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謝謝 謝謝 那大家可以去看到的就是第三事例 與其說是中間 例如說是夾縫中 要求生存 那我們一方面面對的 對象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在地的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爭取他們 要重新建立一個爭取他們的認同 因為他們原本 其實是 對這個地方 對這些事情是沒有認同的 因為他是外來的 那另外一方面 對於在地的人來說呢 他們已經有一個現成的認同了 那我們可能很難去撼動他們原本有的這些認同 那政治在議題在我們裡面 在我們進步的這個面向來說 我們可能要花費非常多的力氣 去跟他們做教育 然後去做培動 那 那對於 所謂第三事例 所謂的小改行政 所謂的新政治 在開脫過程中 遇到這些挑戰 那我們想要來聽聽看 就是 兩位從 比較 比較社會 社會團體 或者是說 比較常 社會研究的層面 來看 第三事例的可能性 還有這次 學生過程中 遇到各個問題 那是不是有什麼 可以改成的空間 或是說 應該要被批判 應該要被仔細解釋的 那接下來 我們請來 謝謝老師 我是 建立老師 好 告訴你 建立老師 主持人跟我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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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好 很高興有個機會 今天要跟大家來做這個交流 我對這個選舉觀察了很久 很關心 我自己也是律堂的朋友 律堂之友 我的選區在大陣區 就是天龍果裡面 最重要的部分 雖然我沒有住豪宅 我住在一個 三十幾年的老公園 那我也是翻了 我的那個選舉公告 垂合律堂可以投 今天我要談的問題 在第三次例的可能 新政治的開座問題上 這個題目非常大 非常大 那我不打算說 因為只有短短十分鐘 不再可能提出太多大的看法 但是我想要講幾個我的初步觀察 那這幾個觀察也不是定論 就是跟各位分享 然後呢我把它當成一個問題 給它提出來好不好 給它提出來 好 那我就直接閒講我的觀察的一個小小的結論 從這個結論裡面 我再去論述一下 怎麼看現在的局勢 我們知道這個選舉的結果 讓大部分人都疊過眼鏡 我想在座各位不知道有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宣稱說 預測到這個選舉的結果 就是國民黨會敗得這麼慘 或者民進黨選得這麼好 我想幾乎我們知道 不少人知道國民黨被敗 大概知道國民黨會輸掉至少三度到四度 但是絕對想不到說會輸到五度 而且連第六度都差點輸掉 所以這個結局是很讓人驚訝 但是它並不是不能解釋 它可以解釋 而且不能解釋 那這個結局之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討論第三事例 所以馬上就浮現了一個問題說 那第三事例的可能性還哪裡 但是我目前的結論 針對現在的局勢 我不是針對未來的若干年 針對明年就要馬上到的選舉 我的一個初步的看法是說 是對第三事例 對綠黨非常不利很重要 對整個第三事例的空間 非常不利很重要 那為什麼不利呢 我先講幾個解釋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民氣是在民進黨身上 這一波選民 這一波公民社會 所凝聚起來的一個政治的力量 是灌注在民進黨身上 那這樣一個結果 這樣一個結果 在明年的一年多之後的選舉上面 我想應該會表現得更強烈 如果沒有意外 那有可能拿幾個意外不大 如果沒有幾個意外發生的話 在未來一年半的這場選舉裡面 這整個momentum 還是會集中在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對決 然後呢 這個民氣還是會在民進黨身上 這是第一個解釋的話 第二個是說 我們知道明年的這場選舉 是 綠黨不可能有中文候選人 對 所以一定是參選立委 那參選立委 我們知道就是有區域的選區跟部分區域 大部分區我們現在比例很低 我們就先說區域選區 區域選區都是單一選區 單一選區的制度 本來就對小黨非常非常不利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這麼多朋友在推動選制改革 希望讓國會的代表性多元化 讓小黨的生存空間 然後希望能夠讓這個當選門檻這樣低 希望能夠讓法政經制度跟普天制度都改革 所以 明年這場選舉的制度空間 本來就對小黨非常不利 然後再來 明年的這場選舉 對國民黨來說是生死存活 如果國民黨繼續潰敗的話 也會衝擊到國民黨 老化的地方勢力 這一股力量 所以他們只會更冒足全境 如果他們還有資源的話 去爭取到他們的利益 變成席位 所以呢 他們一定會競爭 地方派心一定會更冒足全境 進一去競爭 另外一邊呢 明年黨來說呢 也會更加想要爭取他們的席次 地方上 地方上 Emergent 的那個地方力量 為什麼呢 因為民氣在我們能量這邊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可能性的空間 去讓給 必然的司令 去讓給學運出來的人呢 我們就這樣想吧 現在 牟利的那個 立法人普選 那 民進黨是 你讓給誰 那個 小熊 小熊 威尼 你讓給小熊 那你們覺得這個 你讓的模式是 是 未來是 明年是常態還是例外 先想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 吳亦甄把 他的這個 選舉的機會 你讓給 陳薇婷這件事情 在未來一年的 未來半年很快就有提名的過程 跟這個 策略 結合的過程 會是常態還是會例外 我覺得這個 我不想提出他 但是好好想 這會牽涉到第三四年 一個策略公佈 所以大概 就因為這幾個 大略提示上元素 就是 整個 民氣 的那個 那個 然後呢 選舉 選區的設計 然後 跟地方派系 跟民進黨 興起的力量之間的 一個 一個 精力的競爭 都會 都會壓縮掉 第三勢力的一個 明年生存的空間 那 這是一個初步的觀察 那 提出這一點之外 我想再提一個 為什麼說 現在整個民氣 會在民運黨身上 其實我覺得 這就跟台灣 百年來 或者不要說這麼嚴重 就是五六十年來 台灣存在一個 外來政權殖民體制底下 整個 沒有真正的解職 還沒有真正的解職之後呢 民進黨當然曾經有機會 去做那個工作 跟做得並不好 並不好 會不會完全怪他 但是還要怪他一些 至少 沒有做好 轉型正義也沒做好 所以其實台灣的民間 還是有一股很深刻的期待 希望能出現一個 真正的本土政治 真正的本土政治 真正的本土進步政治 其實 從來沒有出現過 那我覺得這個很深刻的民間的期待 那這個期待累積了很多層次的 歷史的創傷 希望 然後放滅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 放滅又再希望 其實這個東西 還沒有很徹底的 被一次的歷史機會被淹落過 沒有這個被淹落過 所以民進黨不管他怎麼樣 我們先純粹問他 目前的進步與否 他還是在外觀上至少 承載的這個民間的期待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不能去 要去正式 這樣一個局面 正式這樣的局面 那 那這個背後當然就說 你知道國民黨 因為他在台灣越來越不行嗎 所以他引入一個 什麼樣的結合者 就是國民黨結合的對象 就是國民黨結合的對象 蔣英國 蔣英國時代 國民黨結合的對象 是誰 是地方派系 創造的地方派系 然後呢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國民黨那一次落選 他新的結合對象 是北京的中國政府 然後呢 這樣一個結盟狀態 在這一次的九合一 地方選舉 被大大的挫敗 大大的挫敗 所以一方面 過去 過去十年來 九年來 十年來 國共的結盟會 某個程度鬆動 某個程度鬆動 但是 並不可能完全斷面掉 因為他 從北京的角度 他必須不斷的在台灣 尋找在地的協力者 跟政治代理 那 他在新的代理人系統 沒有穩固之前 不可能 挖去國民黨 不可能 挖去國民黨 所以 仔細看 台灣九合一選舉之後 中共的一些 御用學者 或者說一些 黨政 黨的猴死 新聞媒體 對於台灣全體的評論 有兩個重點 有兩個重點 這兩個重點 各位可能不一定同意 第一個重點是說 經過九合一選舉之後 台灣已經形成穩固的兩黨政治 各位同意嗎 這是他們第一個評論 你們回去看他們的這很多評論 第二個評論是說 這一次國民黨是小輸而已 民進黨是小贏 民進黨沒有大贏 那他的算數很簡單 就是 國民黨獲得的選票是40% 民進黨獲得的選票是47% 所以民進黨沒有過半 那他哪一塊沒有算 各位 柯P跟一些 屬於進步價值的武黨 其他一塊沒有算 那一塊就將近一百萬 如果把他一百萬票加進去 就是五十多萬票 那各位覺得 這一百萬票 要不要加上去 這也是一個算數 這很流行的算數 有人算錯0.3 那我要舉這個例子再說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 北京這一次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震撼 可是呢 為了展現天空的威夷 附作鎮定 沒什麼 民進黨是小勝 還沒過半 然後台灣形成一個穩定的兩黨政治 但是 但是 如果我們的一個想法 假如台灣會進入一個民進黨時刻 DDP moment 如果會進入一個民進黨時刻 那個時刻如果真的來臨 現在還沒來臨 那有一個可能啊 民進黨會在一段時間 可能一黨多大 台灣的政治一陣上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就表示什麼 國民黨就會被掃到歷史 常態當中的問題 那時候那一段時間 就沒有所謂的兩黨政策 可能是民進黨會 總統拿到 然後 民進黨會 可能性是存在很好 沒有人可以保證 好 這是我的第二個端章 那第三個就是要問 那我們今天說第三司令 到底哪些力量司令是政治的 各位也會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哪些力量我們可以成為民進黨的司令 比如剛剛跟這個報告 我們看到一個數據 國民黨提名了555名 當選386 民進黨提名371 當選291 武黨提名多少 武黨的人 提名了529 當選209 那各位覺得這個 被 以武黨身份出來這500多個人 可以算第三司令嗎 還當什麼 還當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給這個第三司令一些 這些操作上的定義 抱歉 抱歉 至少是說 放在目前的政治結構當中 所謂的第三司令 我們至少應該認為說 它是不滿兩黨政治的進步力量 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定義 好 那不滿兩黨政治的進步力量 我們暴免現在的台灣的政治場率 有哪些組織或反黨可以這樣算 立黨算贏的問題 還有呢 各位覺得可以算出來是哪些 光民組合 光民組合 光民組合是哪些人在從事 不可以講得出來嗎 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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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豐正 林翁 林毅雄 林毅雄 林毅雄是 黃國昌 黃國昌 黃國昌是嗎 黃國昌不是 黃國昌 有了 各位再繼續算 凱哥也在一起去 我要各位算的意思是說 假如是用這種方式去算出名流被認識 然後組成一份全國國文區名單 你們覺得可以拿到多少 全國國文區名單的選票 幾席 兩到三席 兩到三席 如果第三司令組成一個國文區名單 你們在未來的立委選舉只拿到兩到三席 那這會過成什麼力量 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 我不敢這樣說 那力量很不大 學運組織算不算第三司令 算了 那各位覺得現在哪些學運組織你們說得出來 好 不前進 民主鬥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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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鬥陣的領導人是哪些人 吳征 吳征 賴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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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鬥陣 還有什麼 人家講說公平 公平 那個 那個島前對不對 導不前進 黑島青 然後 民主鬥陣 民主鬥陣主要是議場內派朋友 對不對 還有呢 激進側議 激進側議 OK 激進側議哪些人參加在這個學運 這個太陽化運動裡面 你們算得出來嗎 之前是之後 之後之後 有些人 邦一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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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還有哪些團體 我們現在算了四個對不對 學運團體 浮爾摩沙 浮爾摩沙 浮爾摩沙代表的是誰 邀石 邀石 邀石在哪裡 邀石在臉書上面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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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講個笑話 好酸喔 還有還有 再算 你們再算 我沒有直播欸 光明高掌 1985 1985 光明確診 光明確診 還有 還有 再算 過長 過長 過五王 過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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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們算了一些 我還有一些 我知道我們會說出來 各位想一想 怎麼把這麼多不同的議題 跟不同價值班的團體 全部摳在一塊 然後組成一個新的第三勢力的 進步力量的政黨聯盟 然後在未來的一年 可以推出漂亮的候選人名單 然後可以符合剛剛周銘也有進行到 形象很重要 沙哥很重要 動員技巧都非常重要 同時做到 可以真的下去選舉 那這個就是我們 未來看你們的問題 在那裡 在那裡 那我就歡迎見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討論一下 各位 其實現在 出了非常多的問題 而且看起來 一時時間不見得 是那麼容易回答 然後 那接下來請蘇星給我們帶來一些 批判 為什麼她是批判啊 為什麼她是批判啊 批判吳建民嗎 沒有沒有 好 各位好 我是那個 是光明成東聯盟的 藝術長 那我今天的角色 是以一個 公保團體的身份來講 那當然我是綠黨的黨 那也可以說是綠黨的自由黨 但是 因為我沒有正式的進入 就是選舉的幹部 也沒有參選 所以我還是想用一個 我今天還是想用一個 比較是觀察的角度 來談 和路 來第三四月的路徑 那 當然講說有可能 可能是 看到明年有可能就沒有那麼旁觀 可能就要更深入的去練 但還是讓我今天 也用一個比較旁觀的角度 所以也不知道現在 特別是綠黨的 伙伴覺得我講話好像都在外面講 那因為是今天的話 我是想要更深入的來講 那其實 身為這個環保團體的人員 而且在參與環境運動 就是 滿久了一陣子 那其實對於綠黨 對於所謂市民的環境運動的圈來說 它是一直有變化 它更不是一個樣子 從它剛剛開始 創立是1996年的時候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的 綠黨的形象 跟現在的平台形象 不太一樣 那那個時候 形象可能就是 綠色本土的清新 那這個形象 大家聽起來很熟悉 就是對民進黨實在滿笑的 所以其實也會在那個時候 就開始了 讓其實很多民眾 其實搞不太清楚 就是綠黨跟民進黨的差別 因為這三個評語 其實在民進黨身上 也是虛弱的 那當然那個時候 所參與的社群人是 會對綠黨有興趣的朋友 那當然也 我不知道是有意識 或沒有意識到這個訊息 那但是 在這個形象上 反而就是 他們希望以這個形象 要帶於四人所認識 那可能是 認為是這對選舉有用 也說對 那我不敢說 但那個時候 綠黨的國際的形象 品牌是沒有建立的 是更多是 比較像是本土的 那 可是當然後來 像這樣的一個 比較像是 民進黨車輩這樣的一個形象 沒有辦法打入 這個選舉的圈圈 所以在98年的選舉的時候 我即使是生緣的 是都出來選 都是還是拜訪這樣子 那還是輸了 那 雖然我的年紀看起來 沒有這麼老 那是因為 他有玩這運動其實蠻久的 我真的覺得 我剛剛數了一下 大概綠黨的歷屆選舉 都有在旁邊有觀察過 從98年直到今年這樣子 那其實98年的時候 都是我還是學生 那時候是同學玩 那我們那時候 就當一個 跑腿的自貢的運動 可是當然那時候 從那個之後 我可以感覺到 其實 因為那個時候的綠黨 他的形象是比較保舊的 就是說 就我剛才又跟民進黨的形象過近 沒有什麼心意 所以其實通常 環境運動裡面的 成員或是年限學生 並沒有那麼想加入綠黨 那時候綠黨很多 還是早一輩子的股運前輩 在主持這樣子 那一直 所以後來 綠黨本身的狀況 其實一直不是那麼的穩定的 就是綠黨站穩腳步 是花了很久的時間 那我後來再比較投入綠黨 是在2008、2009年 那那個時候綠黨 是有一批 終身帶著 黃衣公主的進來 當年秘書處 那也就是想 單身照謀連接群的那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年紀應該也都是 30歲的出口 那還有溫餅人 那所以我記得 我那時候 2009年的時候 我是幫溫餅人進去 到他基準辦公室 那時候我負責的就是 綠黨跟其他的 社員團體簽 政治帶領的公約公約 那時候我就幫忙綠黨 聯繫了很多的參加 就是說 綠黨要選舉 那綠黨跟其他政黨 不一樣就重要 我們有個政治帶領的公約 我們跟各社員團也簽 這個候選人就是 可以受社員監督的 那就跟我們平常批評 像兩大黨不太一樣 但國民黨沒有什麼好講 他不會跟社員合作 像例如說 綠黨合作 大家都會有點擔心說 欸你到底是合作呢 還是其實你是被收編 也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如果今天當政黨的理念 跟你的生育員 不合作怎麼辦 好 那或者是這個候選人 選上了之後 又變成怎麼辦 那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政治帶領的公約 可以讓這個候選人 政黨 還有生育團體三者之間 用契約有一個新任的關係 那時候這個理念 都出去的時候 其實覺得 幾乎大概所有的生育團體都 非常支持你 都願意簽署 那對 你就都簽了 那但是 沒選上 沒選上 沒選上之後呢 這個企業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讓我想 就是讓我開始想像到說 其實綠島不只是要得到 生育團體的認同 光認同這件事情好像 還太簡單 所以生育團體也許是 基本上我可以認同你 然後呢 我可以幫你做一點宣傳 或者說 跟媒體接著訪問的時候 就說 這個政黨的錯 我們來支持他 他也幫你簽這個公約 但這是不是真的 對選舉幫助 好像增結點不在此 那是我在2009年感受到的事情 那 後來當然綠島本身 氣體股有很多的問題 為什麼氣體股 因為綠島本身沒有錢 所以呢 其他的人事流通率是很高的 那很多年輕人 在白白工作 競選一陣子的話 就綠島沒錢了 所以大家就必須要離開 那甚至 有時候綠島還要貨債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辛苦的 也讓這個政黨 他沒有一個穩定的一個指定 那所以當然很多人會批評綠島說 綠島好像只有選舉的時候才看到 不選舉的時候好像沒看到 然後平常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也不知道綠島 到底有沒有對於國家 有沒有整體政策 他都會說 欸你應該要像這個 共產黨的民進黨 你要對所有的政策 每個政策都要有 讓他要相信的白秘書 才成為一個政黨的一個 社會責任嗎 大概是這樣 而且大家會覺得可惜 但是對於綠島一直都很難做到 一直不怎麼能力 包含說 本身連秘書處的工作 行政人員都不見穩定 更何況的沒有前去感 甚至有各個研究機關 或各個黨部 連地方黨部都很少 所以其實大家大概很難想像 做綠島從199年 也一直到 我甚至說一直到今年來 就是他的 他的狀態一直是起起伏伏的 好 一直是起起伏伏的 一直不是那麼的馬定 那選舉的時候呢 團隊跟木板會變容易 但是不選舉的時候 民眾國木板以後開始變少了 助力畢業少了 好 那在 今年的話 2014年的時候 我在看到這次 就是綠島選舉的時候 的工作人員跟團隊跟秘書處 可以說是我有時也能見到最好的一批 我說最好的一批 不是說能力的差別 而是最穩定的一批 什麼樣叫穩定 各位不能想像 現在綠島幾個工作人員 四個工作人員 是綠島人最多 最穩定的時候 這是物質基礎 這就很現實的一個 是黨中央人分少 就兩個 三個 流動率很高這樣子 在群舉的時候 能有四個工作人員當黨中央 這對任何講的很穩定 而且這四個 還不是隨便抓來的 這四位都是在 之前在其他社會工作 都是有經驗的 有宣傳的 有行政的 有聯繫的經驗 這很不容易 但是問題是 雖然今年綠島的選舉結果 也比較好 但是當然是大環境的關係 因為 其實綠島穩定 並沒有多久 一個政黨成績 還是要有他的這個 時間 那我覺得綠島 現在綠島 或者說2009年之後 綠島不一樣 是不是 他有了國際的 國際的 國際性的東西進來 就早期不只是 台灣懷育而已 所以在綠島在之後 包括像 魯兵 或者說我們其他的 一些綠島事件 開始非常積極的 跟國際綠島合作 那甚至在這個 2009年 還有之後幾年 都定期有到國外去參加 國際綠島大會 那這件事情 對目前的綠島來講 其實是打開我的視野 就會發現說 對我們在台灣是小黨 從來沒有形式 但是你看看國際綠島 這是綠島在下 這黨不一樣的地方 福利綠島 很多綠島是已經是 有選上 甚至有席位 甚至在內閣裡面 它是個第三設備 可以跟其他政黨 互相 綜合合作 那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讓 就是讓台灣的綠島 又跟以前 不太一樣 因為它其實 現在才是比較能夠吸引 就是其他環境運動的年輕人 但這個是有一個很大的綠島 包括綠島的六大價值 也是國際通用的 那我自己那個時候 很有幸 就是我有參與到 去參加國際綠島大會 那我那個時候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 當你看到國際上 各國綠島的政治人物 政治的政治人物 因為有些是選上綱 主席 就在一起開會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氣質是不一樣的 那個什麼氣質是不一樣的 就是 的確綠島是一個 講究民主的 有下道上的討論 充分的討論 例如說很鬆散 但是問題是它 比較民主 不管你是大牌小牌 不管你是哪個國家 你是強國德國 還是你是弱國台灣 你都可以在會長上舉手 說我剛才 你還列入會議紀錄 然後列入最後的 我們要談 對於地球的二十一世紀意志 你都可以放進去 那那個是我覺得 綠島應該要帶回來台灣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所謂的參與式民主 那這是綠島的優點 方向缺點就是資源不一定 那再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除了綠島本身問題之外 就是 綠島的強弱 當然跟什麼都有關 跟台灣環境運動 或者說社會運動力量的角度 我覺得是有正向分的 我覺得是有相關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說 在這兩三年呢 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力量 會我們媒體比較泛深的力量 就是所謂公民社會的力量 是增強的 這個也無人可以否認 那在這兩三年呢 為什麼可以增強呢 那當然有很多大環境運動 包含說 民進黨一直震過了 然後呢 所以大家其實對於 兩大黨的 批判 或者是說 對於要加強本身力量的這個 覺醒變多了 為什麼以前會說 我們可以跟 哪個政黨和 都跟哪個政黨和 後來發現其實 重點不是政黨 因為其實 就算是雙方政黨 國民黨的時候 他有時候他也會有 可以合作的人 民進黨也有 不能合作的人 或是他對於這些 這些事情 沒有感興趣的力量也有 就是說 所以你後來 很多社運團 他是去跨黨派的合作 那所以其實已經打破了 你去迷信一個救世主 或是 我要迷信一個哪個政黨 上門說的事情 都會變好的 一個這樣的通告 那所以其實這兩三年呢 我覺得 運動力量能夠起來 但是因為兩黨都執政過 那我記得民黨執政的時候 聲明團體其實真的是 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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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都很 我們跟民黨彼此都很委屈 都很有苦 就問一下現在 柯P剛上台的 就是說上台要給他機會 等了半天 你就失望 你想罵他 別人還會罵你 他跟現在 柯P狀況是一樣 就是說 覺得現在柯P狀況 我一直都不落實 因為民黨上台的時候 都已經常過了 都已經常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柯P上台之後 聲明團體是這麼快的 就有辦法擺擊 其實老實說 剛 我記得是他快剛卷張 或卷張之後幾天 都幾個記者 或者有些人在很憂心的 在演唱說 慘了慘了 那柯P現在變成那麼強 大家眾所依歸 那這個聲明團體是不是又會 都不敢罵他 就是說 都不會去監督他 就是會把他神話 不然沒有大家可以看到 很快神話的解構 那我不敢說一般民眾 但是對聲明團體來講 就是沒有僥倖這回事 就是開炮也是很快 但有人嫌他們太快了 可能大家要必須想像 就是 聲明團體已經經歷過 很多這樣的問題了 所以其實 並不是很在乎這個 剛學長就罵你這件事 又長得罵了罵 再說一下改 還是要罵了 所以我說這個強弱 是跟民黨有關係 所以其實當然 這幾年逐漸變強 那當然他就是 綠島潛在的支持者 但我不會把他一定的劃分很好 都是他潛在的支持者 都是綠島可以爭取的 支持綠島價值那樣的支持者 那在今年的這個 318的佔領立院的運動 又讓這個東西更上升 會整個翻牌過來 然後這個當然是 我們大家所都 使料未及的一個事情 那318佔領立院的行動 我們要跟你講的是 我一直為少 我願意稱他為太陽花學院 大家聽到我的幼子 這個幼子 我充滿了 這個 我堅持了一個權責 我既不想要叫他太陽 我也不想叫他去 但是我這樣是比不曉得 我這個媒體的朋友 他現在還是習慣這麼做 但最主要這個稱呼 是因為 這場運動能夠成功 主因當然是 有一票年輕的衝進立馬院 但是如果說 這個運動可以撐24天 到最後有50萬人上接頭的話 這絕對不是學生的能力 努力可以做成的事情 大家可以想 他比較不知道 或是媒體有報導的是 在人運動之後 不是之後 應該說當天晚上 到第二天早上 幾乎台灣所有的社會團體 社運團體 全部都到列馬院裡面去幫忙 或是附近的幫忙 就是 甚至是不計較民分 不計較團體 就是大家可以想說 大家會說 社運動都很分裂 就是說 中英的派系系列派系 一場不一樣 人權的團體 可能跟這個 環保團體不熟 現在非常熟 或者是說 同事團體 跟這個團體不熟 大家很常都很不常合作 但是在318這個運動裡面 完全不一樣 所有不同領域的團體 所有不同 一場的團體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一起 就是去守衛立法院 就當那時候 也不會背景 所以在旁邊 有很多的 不管的 活動主持 任職這些東西 都社運動團體 都一起來幫忙 逐因是為什麼呢 逐因是因為 不管如果 我們都想跟政府一戰 跟這個國家體制一戰 而且大家那時候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想像 就是說 如果這一戰 大家不緩解 把政府給 好好給他照顧 的話 他一定覺得台灣社會 是一漢散沙 好 所以很容易就派擊 派擊派擊派擊派 就可以把全都清出去了 就可以把馬路開出來 我們就要讓這件事情 不能省針 所以其實做大家 都不管主張 就會投進去 就是說你想要清掉 這些力量是 不會讓你這麼容易的 那其實後來的確 也讓政府感到害怕 也要害怕 因為其實 那對於社運動團來講 也很驚訝 就是說這個時代 不太一樣 社群軟體的時代 然後年輕人 再改變的時代 所以其實 不只是幾百個 社運人士為單人 或幾千個 而是上萬個一般的民眾 都受到感召了 那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所以我剛剛 對於這些社運團體來講 我覺得是一次超兵跟演練 也是一個合作的御型 好 不管是那二次天 大家被迫 每天跑在一起合作 然後再包含說 那五十萬人 為什麼會上街頭 當然不是 不是學生團體做的 為什麼 因為學生團體全部都被關在一場內 不能離開啊 不能離開啊 都因為離開審查教 所以學生都在一場內啊 然後呢 所以那五十萬人的 遊行 各位以為是誰做的呢 全部的工作人員都有 事運團體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很怕一場內隊搶走 很怕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出去遊行 要是政府就是 震動奇蹟 又開一堆審查 把這萬人清頭搗蛋 所以一場內的學生動不動 一場旁邊周圍的 所有的學生志工 物資組織和救他組 全部都不准動 全部都要維持原班人馬在那邊 所以呢 那遊行怎麼辦 所以遊行我們要另外去找 事工 我們另外去找糾纏 另外去找做活動的人 所以其實他們幾乎 全部都下去 你要再找自己的事工會員來 把這場遊行撐起來 可是 在之後沒有人去爆料 因為大家不計較這個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們是以台灣公民生會的身份 集體要給這個政府 一個反抗的一個聲音或力量 那這個東西是成功的 那這個東西大概影響到 現在這個狀態的大選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不管是行政院 不管是50萬人的時候 我不敢說是預料到 我想武建民老師 我們到底有沒有預料到這個選舉 但是我那時候其實我覺得 因為至少預料到一件事情 在24天在立法院旁邊這幾萬人 在行政院那天被打的那幾千人 只有萬人以上 或是那50萬人自發走上街頭的這些人 這些東西一定明刻在他身體裡 這些東西一定會有政治教育 一定會有政治教育 這些東西當你經歷過 你是不畏妄的 這個是最好的政治教育跟政治覺醒 只是說這股力量到底會在什麼時候爆發 我們現在看到在這次 九一大選爆發 那其實這兩三年的時候 攝影團也一直在想說 到底什麼時候這次會爆發 其實很多開幕都期待在自己手上 包含那時候人生陣線碰到就是 就是有人有農民 因為打力真實而自殺 他們也希望是在那個時候 實際上是會爆發 1985我們就覺得 大家也希望是那個時候爆發 到後來勞工團也要叫馬英九丟邪 或甚至反而運動 我們都期待 說一個社會最大的力量 是在我們這邊爆發 結果都不是 最後是在一個我們大家也沒想到 是在文貌的世界 所以這是我們無法預測的 但是問題是 這是一路一路累積下來的 也可以知道是大家早就想同意 而這一路一路的每一場運動 其實都影響了台灣社會的療程 所以我就說 這個東西不是 就是我們要常常看來這個正式 九一大學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覺得是要把時間拉長來看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再回頭來講 就是對於 這次運動非常強弱的運動制度 但是有 但是問題是 在我們這次的選舉裡 我們都看到 大家又會有點失望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那這部分剛剛我老師 你解釋很清楚 你感覺好像有啊 在柯P 或者是在那樣的事 他心想想 又好像沒有 就不太對啊 欸這個 這個太陽花分出來的群人 沒上啊 好像小島 在這邊也沒上 所以其實我覺得 當我們在擔心這個時候 就不是說 台灣沒有這種社會 問題是有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社會內 你要怎麼樣是 第三世紀是不是承接得起 怎麼辦法 怎麼樣有辦法把它承接下來 所以我覺得 未來我們主要大家要想 某個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綠黨品牌的 再度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 當民眾他有一個 煩煩的概念 譬如說我講說 這幾能是他社會民眾的民眾 他就覺得 我要改革了 我不要這個 派系 我不要家族政治 大家可能想的東西 還滿簡單 我要改革 所以我要選一個 不是國民黨 好 那至少像林伯伯陳文婷也在 裏面上說 少大家不要投國民黨 那我們希望他講得更靜默 和他現在有什麼講的 這樣子 因為對面是列的 沒有整個 那他說不投國民黨 然後再來他 再投民進黨 大家想投民黨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我至少要投一個年輕一點 有改革的想像 所以其實 這次的票子 就很明顯 我們看到是 是 這樣子的一個走向 例如說 我們再看 再隨選舉就是 一個年輕的民黨 新人選將 他可以把一個資深的 老的民進黨的家族派系的人 給擠掉 好 這就是一個 明星 事變的一個 一個狀況 這樣子 那但是呢 我就可以講 這個民進黨 在這裡面找到了 選舉的方式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 未來的2002選舉 欸 要獲得明星 其實就是 出來了 盡量找人輕人 形象好的 然後有一些 改革形狀 那他就要找到 選民的 心愛 所以如果民進黨 今天再走回頭路 去找家族派系 或見老婆 或是出來的話 他就 不中的時候 歪眼子 他別動的經理也是選掉的 那當然是第一個變化 但這個變化 當然對第三勢力 不是很好的 因為 就等於是在想第三勢力的挑 但是我覺得 這對選舉的文化 的確是有些改變的 就是從社會出發的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 這次選舉 有一個很大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 呃 他讓大家感覺這次選舉 似乎 有一個素人政治出現 那也就是說 知名度已經不是絕對的 然後呢 其實老實說 有沒有做經營 也不是絕對的 那這個部分 給了很多年輕人的勇氣 所以比如說有一波 素人政治的風潮 就是說我從來沒有做過 市區經營 因為我就是一個新人 我就來選 這對以前的選舉的老鳥 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你就選前三個月 或一個月出來 然後你那做社會經營 你知不知道這些社區 怎麼認得你 你敢敢選 你怎麼能夠比得過 已經在這個選舉經營後期 我講的不見得是社會經營 甚至就是一般的 選舉式的經營 都沒有 欸這樣也行 然後知名度也不是 然後以前呢 像不管是綠黨 或其他的社會經營 可以做候選的 起碼他也要搞一個 資深的社會經營 就是常常上新聞的 有知名度 好 欸這次這樣子也 也有令他 就是說OK 有一個沒有知名度的信任 有開 好 那這次不只是綠黨 有綠黨的徵招 完全就是之前 沒有新聞知名度 他包含數碼機 甚至同樣都是 但也會影響選民的 投票行為 沒有 沒差 好 那所以這部分 就給了點些勇氣 那到底選民在乎的是什麼 選民當然他在乎的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年輕有改革 改主 即使從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今天這裡 我在選舉的選票 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素島 我還是蓋下去 這真的很難 所以這樣一來一比 那綠黨好像沒有什麼優勢 綠黨是一個 從1996年的一個資深 怎麼在這部分上 跟其他小黨 是起頭並進去沒有優勢 我覺得這是綠黨的危機 那但是 太多的素人政治 我不覺得這個風潮 會持續很久 因為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很多素人政治 第一次出來這個選區 大家很有新鮮感的投票 但是要是接下來2016 或是接下來選舉 大家都藏肉填頭了 一大堆素人出來 這個選區可以有五個素人 有五個小黨 你要投誰 所以這個時候綠黨 我剛剛講 你要見面自己的總幹 不只建立了去一個小黨 或是有票的小黨 到底綠黨的價值是什麼 因為我請大家建立 我就覺得更為重要 更為重要 那 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剛剛本來想說 我到底會講真話 就是 我剛剛講這些選舉的 這些就是 分析 那我剛才講的時候 我應該很敢講 因為有些新鮮我會搞定 但我還想去稍提一點這個狀況 因為在未來我們即將就會碰到 就會碰到什麼呢 就是大家會講說 所謂第三世界可能性 真的是愛對挑戰 那我老師講 大家會想像說 是不是所有第三世界都會聯合起來 有沒有辦法聯合起來 那 才可以發展一個 大家會覺得是一個團體的事情 但是對這部分我其實是有點悲觀的 其實有點悲觀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剛剛吳老師講的這些團體 其實 理論上應該是 彈影三一八一運動之後崛起的團體 其實台灣本身 還有社群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團體 不管 同志運動界 人權運動界 團體運動界 團體還有很多 農民運動 還有各地的社區 還有社造團體 其實這些很多 那這些團體 到底如何面對政治 各位人不瞭解 這部分呢 有意思 這部分呢 我覺得是需要 發更多 綠黨必須要花更多時間 清楚的意思 就是 社會團體其實 並不理所當然的 一定要支持 火鼻政黨 這件事情 在小黨也是通用的 在小黨也是通用的 今天社會團體 現在已經進入了 專業 更專業 更分數化 而且在經營自己 議題其中的時候 而且其實已經進入過兩趟 這是論定的 在國民黨最艱困的時候 大家也都進入 在民進黨執政 然後民進黨 對於有些議題 他在執政的苦衷之下 他無法做到 對於我們這些社運動議題怎麼辦 我們還是要拚命打 我們不可能因為 政黨不打 我們也就跟他 說跟我們的性受害者 說對不起 有沒有沒這回事 我們還是得要照樣 我們照樣去做 所以不管怎樣 經營時期都經過了 所以其實對社運團體來說 保持自己對於議題的戰鬥力 跟政治的影響力 是最最重要的自己 但是一個社會運動團體 要怎麼保持自己的戰鬥力 跟對政治的影響力 就在於你要怎麼跟政黨合作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社運團體 在這部分都學得很精的 都學得很精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我跟律長 或是馬上小長合作 如果有損我們的議題 再讓我再 我的自治理想給我一下 我不見得會這樣去 我不見得會這樣去 那但是如果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合作 所以這都是要經過精算 這就是代表的是說 現在如果要求社運團體的支持 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我呼一下口號 大家呼群起立就一起來了 而是說你要更重要的 你要去跟每個領域的團體 好好談合作 好好去談那個新政黨 不能是這麼理所當然的 有什麼影響呢 因為其實呢 在我們自己上街做社運組織 我們知道 這個社運團體有沒有支持政黨 有分考試的程式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先政政代理人公約 先公民轉組推薦書 或者是說 領長要求聯名支持的時候 這些都簡單 大家都做得到 可是呢 這些東西值不值錢呢 可能不是那麼的值錢 為什麼 因為如果民進黨的政治人 比較有改革性的政治人 我來邀我們的時候 大家也會簽啊 可是我怎麼能不簽呢 例如說 停就停立委這麼的趕 這麼的環保 他要求我環保 在領域支持的時候 誰會不簽 我們都會簽 好 所以呢 那曲名又怎麼分得出來 是一個 那麼小膽的那邊呢 那可是對於對社運團體 也是很聯絡 當然 這位立委在這個社運運體 裡面這麼的努力認真 我管他哪個政黨 對啊 他對這個議題是有不準的 我還是會支持他 那所以對選民來講 是差不多的 那 對於 可是對社運團體 其實有個很care的東西 不會隨便放下來 那就是組織資源 組織資源 對啊 組織民生是可以 但是組織資源沒那麼容易 好 沒那麼容易 那你有沒有辦法 對付剩餘團體組織資源下來 支持你 這有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但目前我現在很少看到他的團體 願意問著你做什麼 為什麼呢 當你這個團體的組織越大的時候 你越有影響力的時候 你就會考量越多 今天我隨便講 設某一些環保團體 不是我們 因為我沒這麼大 環保團體 它有一萬名會員 他為什麼有一萬名會員 我只是舉這個決定 我剛剛不用分別去找 我說為什麼一萬名會員 因為在 我記得是有一次環境議題的時候 讓這個團體去跟公公門 掃架的時候 說我覺得不要開發 公門都我要開發 然後呢 公公門就罵這個話 發聲音說 你有什麼資格說 你就少數人 你有多少會員 代表多少人是誰 所以那個團體想 哇 原來是這樣子 回去好好招收會員 招收一萬人來之後 他去開任的公公門開發會 會後面代表你 好 這無可或非 這是一個很正確的 一個政治影響天策略 那但是問題是 這一萬人 他所贊成這個團體 是我贊成你在環境議題上 我給你這樣子的代表 但並不代表說 我給你其他的 政黨支持的代表 那就是內部民主的問題 今天如果今天 現在某個政黨 要求說 這個團體 你可不可以支持 你可不可以分別 做了那麼多的會員 宣傳一下 有其他頭腦的黨 可不可以 不見得可以 不見得是這個團體不願意 而這個團體如果還有 類伏民主的話 他就不需要跟會員討論 你要是不是 要讓會員說 我願意 然後經過一些民主討論 只能說 我願意支持這個政黨 那不只是 我發信連會員 請他主要有誰 會員去找我們 家人或會員可以去拉票 但這件事情 不這麼容易的 不這麼容易的 因為他當初 招收來的這些會員 是跟他講 我是反胎發的 我沒有告訴你 我要支持你 那其實也許 這些會員裡面 什麼政黨都有 非常有可能 有可能他本身就是都 他支持 他有可能是 是不同政黨的人 或有可能是 不支持人 都有可能 所以這就是社會團體 我說他這麼容易的 不這麼容易的 去支持某個政黨的關係 那如果要的話 他真的是需要教育 然後需要在文明中的討論 然後讓這些組織會願意 以允許的資源來支持 某個政黨或某個計算司令 那這個的話 是不是還 當這些社會運動 能夠這樣子的反應 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 跟兩大黨一拼 我覺得有可能有 但是呢 會不會是在這兩大黨一拼 我不敢這麼說 我不敢這麼樂觀 因為這是一個很浩大的一個工程 而且也會引起團體內部 有很多討論 大家會有很多的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就會擔心說 以前有一些團體也做過這個事情 就是用組織式的來支持某個黨 但是最後 當這個民進黨選上的 一些環境的主張變得不一樣 你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 那你能不能再去向他 讓他改變他的主張 他後來多半是不能 因為他已經選上 這就會讓這個團體的幹部內部的成員 都會有很多的挫折感 會有很多的挫折感 那也會有一些 政治討論或政治分別這些問題 所以他會因此特別的小心 在我們再度要動用組織之類的執政 覺得會比以前還要小心更多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社群團體不是不政治 而是說他們是會對於政治更謹慎的 使用自己的力量 因為保持自己的政治影響 可以是比每次選舉還重要的 因為政黨有時上有時下的 那這團體可能4月20年 我要怎麼樣保持我的政治影響 不管誰上誰下 我都可以用我的政治影響力 因為他答應我的議題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這是一部分 然後 所以我不覺得社群團體不政治 我相對來講 我覺得我反而是更政治 更現實一點 那可能大家會聽社群團體 說好像不政治 我覺得不太不政治 而是會不太進入選舉這件事情 社群團體不太進入選舉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應該的 但是並不算不政治 他們其實是搭乘政治 來看待這件事情 但不選擇不選舉 還進入選舉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值得商榷 那當然 那是因為我本身自己 我想一直長期對 綠黨所謂的樂觀 或者是 都是一個辦事的狀況 就是我覺得 就是很多社群團體 環境運動的人 可以說是每一個人 但是勢必會有一些人 他的生涯規劃 在未來必須進入政治裡面 好 那 呃 這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 世代的交情跟幻覺 就是其實我不太暫時 一個人在一個位上太久 就是說 譬如說聲韻的人才 的確我們要讓他帶聲韻 但是如果他帶聲韻的太久的話 他就阻礙新的聲韻才進入 所以其實 聲韻的人 如果他到了某個平頸的時候 他其實在我們下一個領域出發的話 我覺得政治的確是一個環境 也應該有 試著去做這樣 但我並不是說 所有人都要見政治領域 好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有的 好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有的 是不是 有一些時間讓大家可以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 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今天五位一開始 第一階段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看 是不是能夠來 就是讓大家 透過提問的方式 就是要我們來進行跟實務的 批判 或者討論 或是一些想法 我們看到凱哥已經舉手 然後還有後面這位 第一階段我們先收集三位 所以等一下還會有一位的名額 那我們先請凱哥 每個人盡量 就是監管 提問 謝謝 我想今天大家來這裡 應該是要討論第三勢力的可能 當然我們檢討完了 但其實 我比較好奇 就是 就是說我自己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那個被第三勢力的看法 我也喜歡借名的講法 我們先把結論講出來 因為按照 借名的說法 大概是第三勢力在 2016不會發揮任何作用 如何整合不了 而且大家都各自三投 這麼大 可是我覺得 綠黨在這裡辦一個 因為這裡所有 只有綠黨是政黨 第三勢力 所以我覺得 要所有的第三勢力 不同的稅 都要加入到綠黨裡面 形成一個不分區的力量 然後去扶持一個第三勢力 實力的進步的政黨 我覺得這個才是在未來 可能在公民社會裡面 所有的公民社會 進入到政治裡面 唯一的可能 其他的 因為 比如說公民組合 在短時間內 他要成立政黨 是不大可能 他一定要 如果他要開始要進去的話 而且綠黨可以幫助他 在政黨上面 只是說大家要去 巧不分區而已 就是到時候 總票數的時候 分區怎麼來 激進車椅 我想他們應該也可以 跟綠黨合作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 當這幾個勢力起來的時候 一方 我們又成立了一個 台灣一個 新興的政黨 一個真正 具有政黨力量的第三勢力 所以 可是我覺得又擔心說 我們到時候變成民黨時刻 就像剛剛 建銘講的 民黨時刻 他其實沒有什麼評價 可是他講民黨時刻 會讓我想到馬基威力時刻 是我們開始在使用最殘忍 最狡猾 的手段的時刻 一般我們在做馬基威力時刻的時候 那再做這件事情 就可能會一擋不當 所以其他的力量都進不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2016之後 再去思考說 當民進黨變成一黨獨大的時候 還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去制衡他們 那我覺得 民黨時刻是來自於318 如果說當時 蔡英文沒有當民黨黨主席的話 那時候其實公民社會是有股地點 是一個有格的 包括拋文 可是像當蔡英文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是比所有的 中間跟中間 形象又更好 所以必須要在某個程度上 要去集結起來 才不會到最後明朗到最後 你看這次柯P打的部分 就是完全是 我不能講 其實我覺得社運的議題 全部會變變化 每次我們選舉的時候 社運議題 進步價值都會變變化 所以必須當時在跟 馮光源在談的時候 也是希望他能夠去帶一些 新的議題出來 所以我覺得第三勢力的整合 其實他可能不在輸贏上面 而是透過這些整合裡面 把一些台灣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價值 把它提出來 可能才是再出來參選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然後還有我覺得 大家可能可以盤整算一下 目前有參與那個 比如說綠黨的票 基金車移的票 還有包括其他的票 大家統整起來 看我們需要多少票 才能夠要精算出來 才知道我們要找哪些人 那還有一個是 面對整個選舉 庸俗化 剛剛靠理念 我非常同意 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沒有欠倫 沒有人脈 只有理念 那去推銷這些事情 我們在一個最有理念的地方 去面對到選舉的世俗化 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其實大家放不下那個神端出來 可是什麼人會選上呢 就是正媒 五千票起跳 就是他有一個年輕的勢力 或年輕人會出來 可是我反而覺得 很多人其實應該扮演像更正 不過蘇星的角色 因為他們可以提供 最好內容的子彈 可是呢 出來選的時候 他們不應該出來選 因為他們出來選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問題 不是說他們長得不好看 沒有欠倫 我覺得他們是不是要有內在 我剛剛講 我是說 我是說市場上 沒辦法接受 這麼有體質的人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其實也不大適合啦 就是說 你先叫國昌 他願不願出來 去指上一個立法委員 我想對他來說 會介名要不要好了 我其實很多人 其實他帶有理念 很寧願去做社運 去幫你們衝 幫你們做什麼 可是他不會要權力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政治的喜闢 我覺得是很好的政治喜闢 但是也是我們面臨到的政治現實 這是我剛剛講的 最後一個部分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說 在整個318運動 其實我們有一起參與 為什麼我也可以理解說 輸行規 因為真正在那個 外面在操盤的這些人 最主要的人 大概就是根正 他帶著我們打錯了跑 然後 最辛苦的 大概是蘇星 他就在做Baby City 還有中越 在那邊做 可是這些時候 當時我們在談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力量 做318運動力量 把它轉換成一個社運的力量 我們做這場運動才有意義 結果我們現在運動只是明星化 到是集中化 全力集中化 那這些人要不要選還不知道 所以 所以我們當然就 當然不選的時候 又不出來支持 某些人背書表態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的公民運動 就會即將好目化 這是我覺得 非常憂心的事情 那所以我再想問一下 就是建民說 民進黨的時刻 然後請建民再多講一點 因為你除了分析以外 應該還有策略面 可以談的 然後可不可以 稍微講一下 謝謝 謝謝凱哥 那還有後面那位先生 然後還有那邊 還有老闆 老闆 老闆 我是一個那個 街口運動的觀察者 我這邊就是說 我十一月份的話 我上路 安排是先中校東路 再提林路 就是說先到連盛門走過去看 然後再走在柯爾城走過去看 一邊是門口羅雀 那邊是人聲鼎會 就是說我這十一月份的五十塊 山隔不到一公里 那再來就是說 急進退 為什麼我這次沒有選上 完全沒有冤完 為什麼 我站在這個場合 跟他報告我抄了十字面 他從來沒有遞出一張明星片 剛才有人提到我才知道 他叫黃毅凱 你在這個場合 一張門片都沒遞出來 他可能是發完了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好像說姑娘 姑娘 姑娘有多選擇 再來 再來就是說 我希望立黨有一個黨主席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黨主席當號召 好像立黨只是一個 國際化或什麼的組織 我可以建議 像顧立雄 他如果想出來 他也希望移入一個團體 顧立雄可以考慮 再來就是 賴中強 賴中強也可以考慮 再來就是洪實用 洪實用的證明度 因為活動車的案子還沒解決 所以通常還是有 可以來當立黨的黨主席 至少有號召力 中南部的號召力 再來是 庭特勤 立委他主委退出來了 可以考慮解決 他對立黨很有感情 至於崔素欣 洪生安跟尼根 這個是任何你們可以當秘書長 所以 因為這個 要有個人魅力 那是否也是 還是要有個董 但是 秘書長這方面 再來我還要責怪這個 綠本 我南山路從頭走到尾 看不到綠本的招牌 然後我在這邊 華山繞了一兩年 沒有看到 綠黨還有看到 地球公民七七八的招牌 你們可以用 霓虹燈在你們的玻璃 打出來 各位 我在這邊繞一兩年 想進去 地球公民七七八 都沒機會 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那還好 剛剛另外一位 這是第三位 大家好 我叫徐璃 我三個月前 剛從我到這邊回來 然後 我覺得 我想針對那個順心 就是剛才 就是剛才提的一個問題 然後 就是講到有關於綠黨 或是接下來第三社會的 相關政黨 跟社運管理之間的關係 我自己的 我自己在國外幫忙選舉的經驗 就是看到那種 就是第三 整個後所謂的那種 進步性的政黨 跟社運團體 這件關係是非常的微妙 那但是呢 我有看到 我看到的 我的觀察是 通常如果要選舉的話 不能被社運團體 就不能把焦點都放在社運團體身上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 必須要去做跟群眾去做交通 所以我的疑問就是說 就綠黨來講 就是你們接下來的策略的調整是什麼 就是你們怎麼去處理 跟群眾的溝通這一件事情 我們跟做社運的那個溝通模式 大家可能都已經很熟悉了 就是很棒的 去講理念 然後甚至去做一些比較 就是衝撞式的一些行動 但是可能選舉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們的溝通模式是什麼 那也很好奇 兩個候選人在 就是選舉期間 你們所做的選民溝通 是什麼樣的一回事 謝謝 謝謝 因為第一輪三個提問 我簡單歸大之外 一個是整合 一個是明星 然後一個是溝通 對 那請就是在座的請問看 對這三個問題 看怎麼回歸 那我蠻想聽劍老師 因為我剛剛忽然想到 劍老師是不是有說 誰會有幾個意外發生的話 大家好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想要提到那幾個意外 我第一個意外的時候 我今天去宣布參選 哈哈哈哈 那請再開玩笑 其實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曾經有某團體 來邀請我加入這個 但是我就說不可能 這個興趣跟個人的那個 片號太不一樣了 我覺得大概有兩三個因素 會危急這個 蔡英文律師的 當選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可能不那麼高 一個是選民的中法效應 中法效應 因為 我還是說說國語 因為 民進黨一下拿太多 十三席 所以他其實 我們講立場的話 其他好幾個 不少席次 其實想都想不到 自己會當選的 都沒有做好執政準備 你如果沒有做好執政準備的話 做不好 很快就會被媒體修理 那現在最厲害的是社交媒體 是青年的政治意見 這一塊很重要 所以很快就會遭到批判了 所以這個批判會不會造成選民的中法效應 如果中法效應夠大 可能就危急到 蔡英文得票的數量和比例 這是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們再說台北市 剛剛大家談的科幣 科幣很不可預測 這大家都知道 那科幣做得不好會怪誰 會怪聯聖文嗎 科幣做得不好會怪聯聖文嗎 科幣做得不好會怪聯聖文嗎 科幣做得不好一定會怪誰 各位可想要知道 所以票子還是會搞掉 所以許民的中法效應可能是他會遇到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是怎麼處理跟中國和美國的商品關係 你看這次九合一之前 美國就講話很棒 美國就講話 就說他還是要干預台灣 他沒有用干預這兩個字 可是講白的是說 他還是要干預台灣未來的總統大選的候選人的政治意見 然後不希望台灣去破壞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美中 共管台灣底下的這種 他們的台海的安定性 那因為 這是一個十多年來一直沒有解決的 美國領導跟美國之間的戲分問題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選情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2012年的選前三週 對不對 各位 2020年選前三週 呃 有四十個財團的負責人 每天出來挺什麼東西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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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覺得說 會不會認為說 一年後的大選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新的方式去挺 去挺這種 嗯 讓經濟選民會擔心的東西 嗯 你知道嗎 就是 所以這個都是變數 這個變數 那如果這些變數是被控制的 我個人的預測就是說 蔡英文當選的機率就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包括他之前我們認為他潛在很大的競爭對手 都已經事先都自我出局了 都讓不掉了 所以大概可以知道這樣的局面是誰 OK 好 那我現在回應一下 我回應一下這個清凱的說法 清凱剛剛有幾個說法很特別 其實你那個說法很創新 就是說 現在有好幾路人馬在主第三勢力的政黨化 我很同意蘇星說的 我們過去已經有幾十年的 無數的社運組織在公民社會努力 所以我們說今天第三勢力 主信的政黨 也要把這些公民組織 跟這些社運團體 看在算產其中的一份子 但是 但是所謂的第三勢力組黨 是要把公民社會運動的力量政治化 政黨化、政治化跟選舉化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社運團體 都願意這麼做 我剛剛出席也講得很清楚 好 那清凱的主張很特別 就是現在是好幾路人馬在各自 各自在籌備 各自籌備的過程 你又說一些明星還不表態 是不是 可是那個力量都跑到明星去了 那明星又不表態 所以他的清凱非常的行 那 所以清凱有一個主張很特別 就是 就是這個統合模式 是由綠黨來做統合 就大家加入綠黨 那這個就不是我能夠去談 也就是 假如大家同意由綠黨來整合 那你們綠黨的職位們 召集人們 你們馬上怎麼來統合這些不同的公民力量 社運力量 然後呢 怎麼讓綠黨從一個只是一個環保政黨 變成一個普遍的進步價值 它的暴露性夠大的政黨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好 這是一個第三次你整合模式 就是 神清凱模式 就是綠黨來做莊主 第二種就是 現在 不同的組織 至少知道大概三個左右 或者更多 想要成立這個新的政黨 那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整合起來 這是另外一個做法 那這沒辦法提供這個合策略思考 因為我也沒在裡面 不過你竟然給我分清楚 第三個就是分進合幾年 就最後整合沒有成功 綠黨還是維持過去一奮鬥一二十年的模式 那綠黨已經在過去的部分區拿到1.5以上的選票 那1.5%的選票絕對不是鄧一南鄧五六項 對不對 鄧五六項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在累積那麼多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 民進黨好好經營下去 一定會繼續累積這個 這個全國務局選票 那其他的新政黨呢 就我們就等著瞧吧 看各自有多少實力 也不外入這幾種模式 但是最後我還是要回到一個論點 我剛剛提那個民進黨時刻 並沒有說給他 就像清凱說 我沒有給他正負面的評價 我是在跟各位說出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是我們在評估第三勢力未來的發展的時候 而且我是主張第三勢力一定要發展 第三勢力發展的時候 一定不能不去看到客觀的結構 跟客觀的條件 不能說夢的也不去看現在兩黨政治的變化 所以我來提出這個提醒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看板 就是小熊維尼到苗栗去這件事情 第一個 他會被當選 第二個 他當選 然後他的操作模式 他的操作模式我們暫解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很禮貌的 有禮貌的成為婷 那很硬 你讓 不提名 然後呢 這個模式有沒有可能是成為常態 還是一個特例 我剛說過 OK 那 因為苗栗是台灣派系的 派系政治的一個典型的基地 台灣只有兩個縣市是最南境區 最不利 各位都很清楚 一個是苗栗還有一個哪裡 華蓮 華蓮 那華蓮是中越在努力 所以中越未來也可以創造一個中越模式 對 那就是要看 我當然希望小熊維尼選上 一定的 那他的模式能不能成為常態 這是觀察 怎麼跟第三世界 怎麼跟兩黨政治 互動的一個重要的看板 然後這個問題也很複雜 因為現在小熊到桃園 苗栗去選舉這件事情 還要觀察他所用的幹部 是哪個組成 是哪個組成 對不對 是社運化的組成 還是學運化的組成 這都需要各位詳細的觀察 還有策略的應用運動員的過程怎麼做 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觀察說 如果國民黨一席都沒拿到的話 假如 那各位想像未來決定怎麼樣 謝謝 所以比較稍微單純一點的問題 跟大家 談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個是關於民進黨禮讓這件事情 事實上如果你觀察民進黨禮讓的區域 就是他選不上的區域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他可能當選 夾著這次2014的勝選 一定有一大堆的人想要選舉 認為他們可以贏 所以確實禮讓的空間我認為也很小 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事情是說韋庭提到如何跟群眾溝通 確實我們有體認到說 其實當然要搞選舉不可能只跟社運團體合作 或者只是尋求社運團體奧援 他以為這樣就能當選 確實還差得遠 原因是什麼呢 我覺得有兩面 一面就是說 社運團體的組織的對象 還有組織的人數 其實也不夠支撐一個選舉所需要的人數 而外面組織的方式 就如同素季已經分享過了 他是因為以某種程度單一的訴求 或者是一個價值 然後呢 就是經營他的這個選民 不是選民 叫做會員 或支持者 所以也沒有辦法直接轉換為投票的選民 所以這個是本質上有這樣的落差 加上台灣其實我們 包括我們 因為我自己也在經營環保團體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環保團體對於那個 我們支持者的那個政治教育 其實比較在提升 因為我們平常可能光講議題 當然也會跟他講說 政治很重要 政治很重要 但是也跟他講說 投票的時候也很重要 但是沒有在投票的選舉的時候呢 跟我們的支持者做比較好的一個對話 所以其實這次民黨每個區域的選舉就我了解 其實 跟特異團體合作主要是在尋求 價值理念 政策上來一些共同程度的商議或支持 然後以及某一些網絡 網絡的支持 倒不是說就直接請特異團體幫忙動員他的會員來支持 比較少數是比如說在新竹的週江節 因為那地方是新竹方野的分會 那一些分會有個鄉土關懷小組的成員 本身他的運動性就比較齊 加上週江節本身就在裡面 所以在怎麼選舉的過程中 那個新竹非分會呢 鄉土關懷小組的成員是非常積極在做動員 所以其實還是取決於說那個候選人本身 跟那個社團的關係 這是蠻關鍵的 這是第二個 然後 謝謝剛剛是葉先生的指教 就是說 確實就是 各式各樣的社業團體 平常的經營模式太低調了 但是是不是要弄到大韓棒霓虹燈 我們回去再檢討 那第二個確實在形式風格上 我們也在自我檢討 因為 包括我們周平在怎麼選舉過程中 過去做了那麼多社會運動的努力 但是沒有特別宣傳 所以群眾好像也沒有特別看到這一點 像這些我們確實有在想要怎麼檢討 那至於就是說 綠黨要不要設黨主席 因為綠黨其實是一個 比較我們講說 強調黨內民主的一個政黨 那我們的中職委是 算是一個集體決策 那我們有兩位共同召集的 一男一女 這是綠黨的傳統 那是不是要去找明星 原因是因為如果 是在黨內民主情況下 就不可能去空叫一個明星來當總主席 所以您的願望恐怕不容易達成 那至於我跟蘇星是不是比較適合當秘書長呢 確實我們現在 其實是當召集人 但是平常做的事情也是很 很基礎的苦工 這是事實 好 因為這個政黨 小政黨就是這樣 他不是一個有錢有勢的政黨 好像黨主席只要整個背後 然後指頭動一動就可以指揮 沒有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們確實是還在做苦工當中的一個 著急的 好 好 那這個其實 葉先生這個思維某種程度 也反映在可能台灣權壯的一些想法上面 就是說 覺得需要政治明星這個黨才能發展 但是對一個追求台灣新政治價值來講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反而是危險的 就是不可能只依賴少數的政治明星 就像我們對柯P有不信任一樣 我要直白的說 我對他一開始參選我又沒有信任 因為沒有人能夠確保柯P背後代表什麼樣的價值 那第三點就是阿凱提到就是說 綠黨又不願意在主客觀上 扮演這樣的一個所謂第三勢力整合的角色 我其實一直覺得 接下來面對2016取決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時間 只剩下13個月 只剩下13個月 所以我們到底要做多少事 你包括找區域跟部分區的候選人 然後組建中央輔選團隊 各地方的輔選團隊 其實時間是非常的長短 更何況 至少第三勢力 甚至包括所謂 包括我們立黨 目前的提名機制 包括黨內的整個謀合還需要時間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正同綠黨在進行改選的時刻 我們的任期快結束 然後呢即將再進行改選 所以這個時間不管對綠黨 或者是對比如說像公民組合 或其他有意要參與2016選舉的人 我想是都是非常緊迫 那在這個時間壓力底下 你們有幾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第一個是人才 有多少有堅定意志的參政人才 覺得要下去選區域 而且呢 抱著必然 公共程度99%會犧牲的決心 因為區域選舉真的太困難 除非你就是抱著要去選 而且呢 要幫忙提升 衝政人票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在選舉的同時也在做扎根 因為政治工作是這樣 綠黨過去選舉 有一些值得我們檢討反省的地方 就是說有一些候選人 因為他其實非常年輕 然後他可能就是有政治熱情 然後他就可能在某一個地方去選舉 而且是空降的 選完這個 選完之後就離開 離開的原因很簡單 不是因為他個人不好 而是因為他就沒有資源 可以繼續多點進來 那只好跑到別人去 那這種謀生會被選民留下後遺症 因為人家覺得說你選完就好了 你就沒有紮空 所以將來其實如果配對是個困難 就是說 大家都清楚2016要選舉 如果要衝政黨票 一定要六都那些人口最多的地方 一定要派出選項 去創選票 可是我們要在六都裡面 真正找到願意扎根蹲點的 不然選完他就跑了 下次2020要再選的時候 人家覺得你們這個都玩假的 來選一選就跑掉了 所以這中間其實要能夠兩個條件 要能夠結合在一起 第五十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這是關於人才 就是人才有很多種 就是說 從區域的人才跟分區的人才 到底現在我們 不管台面上台面下 有多少人有這樣的參政意志跟決心 還有他的條件都會是四個 那第二個條件是組織 政黨 要營運一個政黨沒有那麼容易 政黨跟NGO比NGO更困難 原因很多種 一個是社會因素 就是代表普遍對政治是 不管是冷漠或是不明化的問題 所以捐款給政黨 尤其是這一類型沒有利益 只靠理想的政黨 能夠得到的政治獻金是非常少 台灣的兩大 那麼的幾個政黨 之所以能夠有政治獻金 因為他們握有權力 對不對 然後政商利益的訴訟 所以他們能夠有大筆的錢 這樣讓國民黨黨產這些因素 但是小黨要拿到這些資源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 以至於比如說 你要發展的組織就會完 單單中央 就是綠黨現在每個月 要就是這樣的人士會 還有常態性的支出 要募款要花利益 那如果你要因應2016的大選 單單保證金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派出20個區域利益 加上10個不分區 大概保證金就要600萬 然後那個 下到20個區域下去選 一個區域我們說最保守的估計 像這次綠黨的選舉 最便宜的花30-40萬 就一人選舉騎腳踏車在那裡 加上保證金 然後呢 最貴的可能就花到大概200萬左右 那我們就區域是更大 區域選舉要更大 然後我們如果要認真 投入出演 你給他算200萬就好了 200萬乘以 乘以20個是多少 4千萬 所以 大概要籌至少 至少四五千萬下去選 這是 這講白了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呢 這中間呢 還包括輔選團隊 每個候選人要去找一個總幹事 稱職的總幹事 這個總幹事呢 很大的輔選團隊呢 都是什麼 恰恰好 那半年沒有工作 而且有經驗 正在求職中 待業中 或者是剛好人生變靈轉折 準備要尋找另外一個春天 然後我就下去浮選 乘以二十 一個初選團隊 只要五個人就好 比較騙他的五個人 為庭你的那套邏輯 可能要再十個人 對不對 二十個人 好 那你要想想看 我們要多少人投入這場選戰 但是呢 國民兩黨 既有的政黨 好者贏下 民進黨夾著勝選優勢 現在大舉吸收各種年輕人 有錢的要運 你要怎麼跟他打打 當然 當然是困難 所以 在這些前提之下 其實齁 我們深思這種 要打這種仗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我們就是覺得說 這個政治天花板 這個台灣的當局的政治困局 我們缺少一個真正具有進步價值 追求社會公平政府 然後捍衛整個國家 後代指數的有續發展 然後追求真正台灣的一個國家的主體 等等 這些綜合性的一些進步主張 事實上我們在既有的政黨裡面 是找不到輸入的 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 親自民進黨八年執政 在這樣觀察下來 我們就是認為民進黨就是一條死亡 那所以我們才認為 需要有一個新的政治力量 可是 在當前的這個政治夾縫中 要突破 就是不容易 那從這次內亞選舉就知道 那至於那個 組織之間的整合 在客觀情勢上 我們認為 我沒有辦法像阿凱那樣很主觀的 相信說 或者是認為說 所有人都願意加入 加入力 因為每個組織有自己的組織文化 跟內部民主需要去處理它 所以 我們只能就是 看看這段時間 合得來的團體 或者是在紀念承受的團體 能不能認真的合作 就是在201後 撐開大拳 那我們當然認為說 在既有現在百分之六的 這個政黨票的門檻之下 就是合作才比較有 不破的機會 那但是如果要合作 目前都沒有辦法 所以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 認為我們一開始就是開放的 願意找這方面來努力看看 謝謝 謝謝哥鎮老師 再給我們台上的人 一點點時間 我想請兩位參選人 分享一下 跟群眾溝通的一點點心得 然後也許請蘇勳再補充一點點 就是 作為一個社運團 也對於 作為一個議題團體 你覺得其他議題團體 有可能會想要加入 立黨的嗎 或者是其他的第三實力 對 譬如說這樣 然後總統你先要打算 呃 我覺得 我分幾個 方面談 如果講溝通的質疑的話 我覺得跟 我覺得立黨的質疑是有累積的 那有些know how 其實是有慢慢掌握 那我自己的狀況 我要互動的選民有幾種 第一種是 我們本來就有淵源的 比方說我們就是 在某個議題底下 他就是受害者 我們就去幫忙 他就沒什麼好溝通的 本來就 他房子本來要被拆了 所以他們有被拆 那當然會不會給我 那第二種選民是 他沒有任何議題的直接相關 或者他有相關 他自己沒有那樣的認知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的判斷其實是非常感性的 或者非常依賴形象的 那那個溝通的方式 其實就是好感的建立 就沒有什麼議題在裡面 即使講議題也是在用議題來培養好感 那這個方法就很簡單 他會喜歡什麼 比方說 我舉一個例子 鄉下的老年人 非常重視候選人的一個屬性 叫做勤勞 所以你什麼都不重要 你就是要讓他覺得你很勤勞 所以只要 可是你說什麼它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被他看到 所以像我 對 我遇過一個最頻繁的例子 沒有趣 這叫做勤勞 沒有意思 有一個阿桑 他看到我 第一句話就說 啊怎麼沒有面子 然後我就說 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們沒有做面子 他說啊 那這樣不行 沒有面子 我第二次遇到他的時候 他說啊面子咧 我就說 好 那我為你做一批面子 我真的為了他 我做了 大概二三十包的面子 然後我們自己用 那個我們自己印那個 我們的那個 傳單 然後貼在那個面子上 然後就帶著 然後有時候有帶 有時候忘記帶 結果我第三次遇到他的時候 我剛好沒有帶到他面子 他就說 他看到我說啊面子咧 我說不好意思 我真的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我忘記了 我第四次 是我在 加護拜訪的時候 剛好到他家 他一看到我就說 吼啊面子咧 我還是沒有帶 那還要在他家 所以我可以第五次的看到他 因為我當天 不是隔天 立刻就把面子送去他家 這是他在乎的事情 他在乎真的是那 那包面子嗎 其實也不盡然啊 他不會 怎麼可能被一包面子收嗎 他在乎的是 你跟他的互動 你在乎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種 就是他沒有直接的 厲害的關係 他就是一個好感 那如何建立好感 那是一個方法 第三種就是 真的有厲害關係 而且你們的厲害關係 可能是衝突的 比方我常講的 塞車的淡水居民 就很討厭我 那這個溝通 就真的需要費一些力氣 但是 我們累積下來的經驗 我們還真的有不少是 他支持淡北道路 支持淡壓大橋 然後他要投入我 我們會遇到這種 就在路上也好 甚至他直接跑到我們總部拜訪 他希望說服我 因為我反對還有你 所以他要說服我 支持淡北道路跟淡壓大橋 然後我們講了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 他沒有辦法說服我 當然 我也沒有辦法說服他 但他告訴我說 我喜歡你這個太平 然後 他願意投他給我 我有不少經驗 我的確可以在 沒有辦法改變他 在特定議題的立場的前提下 爭取他的基礎 這是第一個層次 在值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在第二個層次 在量的部分 是我在這次學區裡面 獲得的最大的教訓 就是我們的溝通的品質 其實是 隨著我們的經驗累積 不斷在提升的 但是 你能夠跟幾個人溝通 你能夠跟幾個人說到話 就算我有很十分多的把握 大概你跟我說話 我有七成把握 你要投票給我 但是我能夠跟幾個人說到話 然後再成為我們這七十 對 所以我覺得溝通的值是 我們的確一直在努力在進步 包含我們對 文徒語言的掌握度 但是溝通的量 是我們接下來的很重要的特點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剛才提到 我不是從一開始 然後 而且我們有一些議題是人家 完全不認識的 所以 那時候就決定說 要辦一些活動 包括一些講座 然後 包括一些課程 然後還有包括藝人 所以我們剛開始 溝通的那些工具 就是想透過這種方式 但是呢 發現 嗯 發現效果不是很好 對 然後我發現選民他們 比較熟悉的形式 還是一個掃街 拜票 面對面 見到面 然後甚至我最後是開著 開著我的宣傳車 然後可能就會遇到人 然後說 喔 然後張明碧 你終於來了 我終於看到你了 然後就是 就是 但是一秒他就說 他一定要支持我 等等之類 那我覺得選民 他會很希望 你可以跟他在對面 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 我就發現說 其實選舉真的 不太一樣 就是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嗯 如果 如果下一次我還會再選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一個 溝通的東西 就是 挨家挨戶就好 我覺得 那可能比較多 對 然後 嗯 但是我覺得 還有一個溝通的工具 就是 嗯 新聞 媒體對我 報導 因為有些人 他是因為已經看過 媒體報導我 的故事 然後他知道了 然後他 他認同 對 我覺得這個也 滿重要的 那文宣 我覺得文宣 其實 你如果是面對面發 會比較有用啊 但是你如果去塞進一下 它是沒有什麼用的 對 就是 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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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文宣 兩邊聽起來 我們發現 選民還是很忠實 就是這個面對面的 那 蘇星 你簡短的 談一下說 你覺得 社會團體 真的有可能 會選擇支持 尤其是大量 大一個人 甚至是 整個事情 不一定是遇到 你的情況 有什麼 嗯 好簡單的講 就是 嗯 我覺得的確 剛剛跟那個 清仔說 公民運動靠貨化 我覺得 這的確是 社會運動會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像 就是在現在 如果 選民對於所謂的 社會改革 對於這些公民議題 有興趣支持 但是他的票 卻是投給 嗯 不是公民團體支持的人選 好我舉例 就是比如說像 像客廳 我不是說被公民反制 而是他並沒有 是在要強力爭取 各個公民反制 之後下去選舉 好 他就出來了 或者是說 民進黨推出來的一些 年輕的有改革色彩的 新人 那 他其實不用得到 社會團體的 我說真正的年齡支持 他可以說 我是在阿包 世代 我是廣泛的 國安寶 他只要掛到這樣的形象 就可以了 特別也是 他也可以掛到這個形象 他不需要認為 一個公民的簽名去認可 那反而 像其他小董事長 會規矩的人 先給這些生育團 你看過證件 簽名任何正式的大出 但其實其他政黨 他只會管這一套 其他人不能管 但一樣選上的時候 我覺得那危機就出現了 這危機就出現了 這危機出現就在於說 所以我才覺得 生育應該要介入政治 不然的話其實 你的政治影響 其實在這一波所謂的 一三四月興起的時候 你會被稀釋掉 因為當這些人選 他發現他不用你 用你的廢書 跟支持他也可以選上的時候 你會不會的 離開政治的時候 那其實相對於他選上 也不用你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柯比現在的爭議好在 就是說 他找了這些明星 我也是公民團結的人 好 那可是問題是他選上的時候 他可以不要管了 他可以管 我不管你推薦了什麼人選 我就 我辭掉了資資 我也怕你 沒有選上我會靠你 對吧 這不是一個好的互動 這不是一個好的互動 所以我並沒有說 但是這些政黨 一定要跟社會部體合作 但是我覺得某種程度的合作 是就是互相要有一些 互相有一些 可以威脅對方的地方 這個東西是重要的 就是扣連起來的合作 還是重要的 好 那不然的話 我覺得這的確 我不希望社會跟政治 是兩個部門很清楚 之一無非 再來就簡單講 剛剛講 是一個性的理想性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要平衡 就是說沒有辦法偏向任何用 你沒有辦法那麼適足 但你不能因為適足而選擇 失去理想性 例如說綠島不做便宜 是這個原因的 那就是不環保 可是問題是 你為了某些人 還是會去做這樣的 我覺得是要去取得一個平衡 還是要去取得一個平衡 那這個平衡什麼 都要端賴大家的智慧 那我還是要講 綠島資本力很缺碼的 黨需要更多的人進來 幫忙一起去想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從來沒 不只能想像 我覺得這次大選有一個很大的指標 其實是哥來味 我覺得最大指標是哥來味 就是不只是選舉 還包含罷免 罷免是以前大家所有的男人 絕對不可想像的困難 但是被一群年輕人 他用創意的方式 獲得網路提升 用創意的方式 然後讓這個罷免 這麼枯燥的東西 變得似乎沒有去 所以你都能支持 我覺得這恐怕就是未來 我覺得 當你想擋在很多錢 或進入人的時候 你不知道 靠不放一個更多年輕火力的 你也許這時候會是一個例子 謝謝蘇西 那剛剛Robin有提問 然後還有 剛剛有聽到說網路那邊 也有網路上的提問 那邊有一個 那我們再 好再一個提問 那我們第二輪先這樣 那我們速度比較快 Robin 好 我如果超過一分鐘 我有幾個觀點 剛剛那個我聽到的是 如果我們只有一個 一起捐去國會 或是怎樣 那個力量 我聽說那個加拿大的 有核力黨的議員 只有 甚至有兩個喜事 影響非常大 所以這個應該 不要低估一個進去 不過我們那個 綠黨應該在 那個 桃園跟 那個 新竹 有一個喜事 要 要有所表現 那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以前 漢森在綠黨 對我的有想很大 然後 我常常會聽他的 那他 我有一個 就是 95%論 他 不太認同 所以我們都沒有講錯 今天 漢森已經離開綠黨 那我 說說看 我就是 不是 我就是說我們 如果是國會 要進去國會 我們要5%的話 那 我們提出的論述 是不要得罪超過95%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可以思考 因為我真的 我覺得綠黨現在的很多主張 我也是綠黨 我也有負責任 很不夠激進 我基本的激 很不夠激進 那 例如 我們那個 那個 我們說要 那個 投票年齡到 投票年齡到 18歲 18歲 這是什麼 什麼時代 然後第一 很多國家已經是長 16歲 我覺得我們 年齡黨 我們也可以考慮14歲 我相信14歲的人 會比我們現在的那些人 會多得好啊 所以 我想說 我聽那個 我們講 我是民進黨 搞另外一個派系 然後幾年 上台連 那個 親民黨 新黨都出來了 哈哈哈哈 可能我們機會比較好 哈哈哈哈 那 另外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中尼也在場 阿冠 也在場 我們2010年 那個 選完了 我們 去苗栗 兩天 兩三天 做一個 共生意 然後 我們 我記得我們的 決定 是 那個 民間團體 很重要 但是不是我們的重點 那個 那個 公民團體 啊 我 我也是 覺得 我在立黨這麼多年 八 八 九年的 我 真的 我們的政策 是沒有做 是沒有做好 我們有那個 核心價值 那個 那個 綠色憲章 但是我們的那個 全 全 全球的綠黨 這麼多 其實都有非常非常進步的 那個政策 所以我是很希望 我們 你們 我們綠黨可以 或是第三四列 更 趕快可以有 一些比較 不是要說激進 好激進的政策也可以 比較進步的政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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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網路上面的提問 我現在時代真的不一樣 還有網路直播還更 好 我剛剛這個網路上面的朋友 他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他是說 綠黨還有小黨跟逢光人 這次都其實受到媒體的忽略 很少報導 那請問綠黨啊 面對台灣媒體喜歡正妹八卦 這樣的一個壞習慣 該怎麼樣 讓台灣人民能夠認識 與了解綠黨 或第三勢力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難回答 如果有辦法回答 我就不會變這樣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希望 與台人可以多談一些 綠黨內對於內部民主的想法 跟做法 是什麼東西 這是第二個問題 同一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第三個問題 是 那想要問候選人 就候選人在這一次的這個 選舉當中啊 因為剛剛有討論到 那個溝通的量的問題 那對於像PTT 或者是網路直播的使用 對於整體的溝通量 在這次競選當中 有什麼樣的經驗 那未來會如何去使用 這個是大概是 他有三個問題 不過第三個問題 是不是一定問問 王浩宇會更好一些 謝謝中院 還有 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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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跟建議 就是 吳老師有提到補選 就是 好像一月份有補選 那你們有沒有考慮過 參與這個 一月份的補選 因為 平常在國外補選 是對小長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平常人民的投票行為 跟一般的大選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知道以前2009年的補選的經驗 不是特別好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們怎麼樣繼續 11月份的momentum 再來準備 2016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的機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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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密切好的話 凱哥我們可以到5點 我們各個到5點 可以到5點 所以我們應該還有第三個問題 那我們把握時間 請 再講多一點 呃 來回憶 我先講這個網路 呃 我們這次真 呃 像我覺得浩宇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在網路上真的有什麼無慮 那其實是 我們在選後檢討一直在檢討的 我們在自信 我們會改善 我們會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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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老林提到那個 綠黨應該要有更激進的政策 呃 這點 呃 我 我望遠足是同意的 那 但是綠黨其實今年 大家如果來印象的話 就是我們其實有提了一些共同政策 然後另外我們也 辦了很多的好幾次的政策 政策做論壇 然後在地方上 可以要求 呃 每個地方的候選人都要舉辦 政見審議座談 就是 邀請選民跟公民團體在討論政見 所以今年綠黨的政策 比較像是一個 呃 由下而上 或者是一個尋求進入勢力的奧元 共同形成政策的一個過程 好 那但是這個東西會跟我們想要的激進政策 會產生什麼關係呢 我認為反而是需要有一個 欸 除了那樣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所謂政策討論以外 可能還要再加上一個 呃 對當前國際間所有國際政策的 某一個連結吧 再來評估說綠黨選舉的時候 或者在平常的評估政策走向 好 這是我對第一個部分的評估 那第二點就是 呃 正妹八卦齁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這是困難的事情 因為其實一個組織的發展 魔王程度也會取決於 當前在經營這個組織的 這群人的性格 哈哈 我要坦白承認 自我承認說我們有這樣的缺陷 這個缺陷就是 就是 包括我們這次候選人 欸 在操作選舉議題的時候 都非常慎重 那個慎重就是說 如果是我們平常 過去沒有經營的議題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就 不會拿來操作 然後第二個 我們也避免 採取太過 滑中取寵的方式 去製造性格 那我們 試圖打一個 中規中矩的戰 所以就沒有辦法 那像我跟 我們跟幾個候選人 我們就不是明星嘛 所以就是 又長得沒有 到正的地步 所以就沒有辦法 西雲選票 那但是 如果是問我的話 我個人認為說 這正是台灣社會 要面對要改變的事情 那做一個政黨 我們不應該 用這個標準 來投協 就是 反而推出迎合 這個社會 媒體口味的候選人 這我想 反而是一個政黨的墮落 那至於方法怎麼突破 我們其實 其實確實是困難 但是我認為 其實最好的方法 其實有點像 民意他們講 我們應該更紮實的 跟選民互動 以時間換取空間 提早做選民準備 更多那邊選民的 直接互動 因為有些選區 並不是很大 有些雖然大選區 比較大的選區 當然你要別的方法 可是在 比較小的選區 應該要盡可能 跟選民直接的步伐 如果不能觸及到全面 我們要設法 透過組織網絡的方式 去全面性的這個勝負 其實以這次議員的選區 我自己認為說 不至於到達 沒有辦法跟選民接觸的結論 是因為我們可能做的還不夠 做的還不夠 我們其實有好幾個候選人 自己在反省說 就是有一些項目就沒有走進去 那些就是我們的選票區 我沒有走進去 所以我認為我們還做的不夠 不要輕易放棄這一條 就是跟選民直接互動 跟選民互動的這條政治路線 而訴求就是得到媒體的控制 當然媒體一定不要忽略 那第二位提問者 提到那個內部民主的問題 其實台灣到目前為止沒有政黨法 所以我們其實 所有的這些內部民主的機制 是取決的兩個 一個是既有的法令規範 比如人權法這些規定 所以就是說從中時會 到黨員大會的這些決策層級 基本上就是要遵循這套遊戲規則 那綠黨當然有開放做出了某一些 比如說我們在某一些條件設置下 可以讓各個地方自己去成立制黨部 或者議題制黨部等等 那但是整個的決策機制 還是還是規範在這個黨章裡面 依照黨員大會是最有高的決策機制 然後接著是總則 平常就是這樣 那但是其實 在整個實踐所謂黨內民主的 最重要的關鍵其實是人 就是擁有 你可以說是權利或是什麼 就是說在主事的這群幹部 有沒有意識到黨內民主 是時時刻刻要維繫的 每做一步要自我克制的警惕 因為在一個小團體裡面隨時要操弄這些 操弄黨內的民主機制並不是太困難 所以要介乘恐懼而去執行 那我認為這些事情當然一部分需要外部監督 一部分是需要自我克制 所以透明很重要 所以綠黨包括我們的 就是中則委的會議紀錄 開會的過程 我們的開會通知都是發給所有人 要來參加就可以 不是只有發給中則委公告 類似像這樣 就是透過黨員的建立 但是實務上的運作就是說 坦白講我們現在 綠黨的那個積極黨員並不是太多了 要有更多的積極黨員 整個黨部才有辦法發展會 那最後一點 然後提到就是說 參與綠黨這次 就是補選 對我們來講真的太趕了 第一個是時間太趕了 第二個是要 就是我剛剛談到那個課題 要在適當的地方找到 哈密尼紮根的候選 條件適合 要對得起來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個人啊 我個人也很支持 綠田參選 然後看能不能當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謝謝 謝謝根本 那 蘭妮 或者一些話題 剛剛提到這個網路部分的應用 其實我這次參選 在媒體的部分是蠻多的 就是我本來的故事 還有在推動的事情 就吸引了很多媒體 陸續來採訪 那我發現說 有一些作用 有提升一些知名度 然後 但是在網路沒 在網路的部分 我發現 你們還沒有 正正學會如何在 譬如說在 那些幣上面 撈出我們的 的選民 但是 我發現我慢慢看出一些 關於我們 然後 所以我相信 呃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 呃 就是再更會 所以 掌握這個 粉絲頁 然後再加上 實體的 面對面的 拜訪 我覺得會 會非常好 尤其我 我這次其實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溝通 情緒是 小學生 甚至是中學生 我相信如果 年齡下輸到14歲 我可能會當學 因為 很多 年輕的學生很喜歡我 然後 然後 那 那為什麼我會去跟他們 溝通呢 因為 我的議題是關係到他們 的健康 請他們把這個訊息 帶回去 跟他們家長分享 所以 呃 呃 我覺得 在這一塊 我覺得有一些 那種意外地方 例如說我們這次在 打包我們的 計程總部的時候 就有 年輕的 中學生來 做個18箱子 我們還帶了 小明星 就是 那眼淚快要掉下來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覺得 對 不要放棄這樣的一個人 即便他誰 然後剛剛提到補選 那我想起一件事就是 基隆非常的特別 我們 就是 這一次有很多弊案發生 然後就是有 有很多人都已經涉案 然後基隆很可能會產生補選 的問題 對 所以 我不想 別人在這方面 你們有什麼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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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聽起來 好多都是一個人 就是 跟這老師 然後 不是跟這老師 我 北觀論 我不是來傳遞北觀論 剛好相反 很抱歉讓Robin覺得說很想人去睡覺 事實上 你沒有 因為我的言論讓你更清醒 對不對 其實我一點都不會悲觀 如果悲觀我也不會站在這邊 這過去六年 我參與過的光明社運組織的座場 你知道不像股市場 對 光當綠黨就不知道多少場 這也是難過很多趟 而且我也是 綠黨的政治獻金而已 獻金者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悲觀的問題 其實我的意思是要提醒各位 要務實 要清晰的認識現在的局勢 然後 找到什麼局勢裡面 找到我們能力去做 所以說 即便現在被第三勢力可能很艱困 可是 我們還是要做 至少要卡位 你不卡位他們就都不怕 對不對 他們就越不怕 越不會編制他們自己進步 所以 到卡位 然後卡位之後是怎麼樣 找到最好的方向去發展 這個成功的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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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出來 我要盡量就是找到那個 找到那個 封信去實力 那 我們 接下來第三個題目 來封信 OK 那邊一位 好 這是第二位 然後第三位 好 第三位 不是 這 大家好 我從花蓮來的 現場 我認識最久 是Ruby 以前 還那個 大家 那時候 鍾寶書帶你來的時候 是幾年前 我們還喝 Scot's Whiskey 重點是 重點是 這一次這個選舉 在花蓮 我覺得我看到了 剛才 其實我來不只是要聽 還想聽那個 那個 高雄古山的那個 那個 那種心 三民 對對對 古山三民的 對現場實戰經驗的 做交流 但是我先講一些 比較大前提的事情 現在大家都說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 但是我們非常確定 2016或者是 不論是總統大學 或立委 國民黨是大不死的 為什麼 很簡單 武功百足 死了不僵 但是 但是 我要 互相勉勵就是 也許 年輕朋友 可能會找到一個好的 標題 台灣要好 一定要有 好的 第三勢力的監督 那麼 非常確定 短期內 國民黨都會倒 但是 誰都會監督 民進黨 或者是 快要死的 國民黨 這就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那至於剛才 建民老師剛才問我說 你認為 陳偉廷會上嗎 我認為是有機會 那個有機會 那個有機會就是 所有的第三勢力 要想盡辦法 無論是明是暗 都要幫你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民進黨說他 各三頭 你像吳怡蓁 他也很委屈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 包括 蔡英文在黨內 他都要接受很多挑戰 因為 只要能夠把蔡英文幹倒 他幾乎就是總統 就像以前的國民黨一樣 所以 我要說就是 所有第三勢力 不論明的暗的 只要有第三勢力出來 如果 剛才Rubin在期待的 或者是 根本老師 現在在 你看看綠黨的事情 不要看 看小自己沒有力氣 只要有第三勢力 通通要去 盡量協助他 是明是暗 或者 另外一個角度 剛才不是有看到 這個 無黨籍的那麼多人 無黨籍 這個當中 有一些人 不曉得 不認識綠黨 這是很值得 開發的一塊 他們 你本來要求一個聖人 我們可能 要嗎 那我 那我 我這個 這麼遠來 再給你一分鐘 再三十秒 應該這樣講吧 其實 實戰經驗的部分 有很多 我很想聽戲的部分 包括幹人公眾名牆 那個 網路他忽略了 中越他回去太晚 最後一個就回去 所以 年輕人以為 打空戰 就那個 空氣 空氣票是 很冷的 陸戰你就握手 才知道說 他贏了 直接 第二圈 第三圈 好幾圈 聽到你這個候選 你才知道陸戰選票 你還可以去確認這個選票 就這麼簡單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 大家好 我是台灣犯人權益推動美夢 我是季潔 然後我今天當然 我來這邊 是因為我覺得 綠黨是一個 關心性別的政黨 那 我自己也是一個女同志 那是這個是 這個是因為 是綠黨 我知道綠黨在關心這個議題 而把我帶到這裡來 那 剛剛跟素欣有講 就是說 好像過去 綠黨 想要營造的一個形象 是綠色本土的 清新的 環保的 那剛剛在座也非常多的朋友 有意無意的 一直說 綠黨其實是一個環保政黨 對 對 那我就很想要問 你說 那怎麼樣 如果我們很希望綠黨 其實是一個進步性的政黨 它不是一個 需要跟民進黨競爭的政黨 根本就是可以跳脫 這個兩黨的勢力 我一直覺得性別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因為現在兩黨都把性別議題 當作普遍的毒藥 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碰 多願成家跟婚姻平權的議題 那麼 我覺得綠黨其實在這個點上 是非常有進步性 而且是非常有可能挑脫的 那不只是性別 我相信其他的議題更是 所以也是呼應Robin說的 怎麼樣提出更激進的一個策略 跟更激進的一個圓景 對 所以我就在想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其實綠黨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把這個投資參選人 直接提出來的政策 那麼 不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怎麼看待這個議題 當然我也隱隱約聽過 就是類似說這個 統治最好不要一直強調你自己是統治 要不然會影響你的票房這樣子 或等等之類的 那 這些實戰經驗 不曉得對綠黨來說的經驗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跳出來 就是說 綠黨可以營造一個 不是以支持環保政黨的形象 而可以把這些進步性的議題 真正帶進綠黨的這一個 如果我們要說他有一個 一個好的 那個叫什麼 圖像 或者是一個品牌的話 怎麼樣把它帶到這個裡面來 不知道大家是什麼 還是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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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有出來選里長 也是最後一天 就是很委屈地去登記 然後其實是想試試看 他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成效 那我一直也關心說 社會運動跟政治這個連結 看起來 因為我過去比較關心 還是比較屬於社會運動 甚至也不算運動 算是活動 因為比較少是屬於那一類 上街頭或者抗爭型 那 這位選里長 因為他是一個 相對選上了 你可以怎麼做也沒有人可以 選不上其實他的損耗也很低 像這次 像我的公館 就很意外可以拿到二十幾萬 那 雖然沒有選上 但是我覺得 讓我去思考說 怎麼樣在未來的四年 下一次 一樣是里長這個議題 怎麼樣對公民素養這個根本的條件 去做一些扎根或者翻譜的可能性 因為我覺得 相對於選議員這樣子 服務員那麼廣 只能敗票 和像周明所講的說 一家一戶 我覺得里長是可能 因為那個 了不起一千戶 這個東西 是可以這麼做 以至於他也有可能去改變 以至於他認識跟理解 而連結到可能在 政治選舉這件事情的效益 對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說 其實不只是政黨 哪怕是公民團體 其實對於社區 或者里這個部分的 所謂的扎根 事實上都是不足 甚至於忽略 或者不能假說沒有力氣 因為環保聯盟就在我的選區 台列也在我的選區 同志 男同志 女同志也在我的選區 那他雖然是一個理 可是他是可以有很多樣性 以至於和平相處的一個平衡模式 而在這個當中 大家透過選舉的機會 去連結跟選獲之後 怎麼樣可以生活得更好 而這個東西很生活的根本 確實每一個人 再怎麼樣都有投票的機會 跟選擇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 如果都是在選舉的時候 才要來想根本的問題 那實際上 那只能 擁有被所謂的大黨 或者所謂的資本化的選舉模式套 所以好比綠黨在談 我想不支持綠黨 所有的小黨都有一樣的特質 或者弱點 但是怎麼樣把這個弱點 反過來講 我就是四年好好去做扎根 好好回頭來看 一個領一個領的 編覆或者改變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看過去來講 其實除了這個國民黨以外 其實他一直在視為 還是五黨籍 他佔的比例可以一直攀高 那這個第三勢力 我覺得 從別的這個看不到的條件 其實在領這個面向 你可以看到他根本性可以改變的機會 所以我提醒各位 以至於要有具體的行動 去做一些翻圖跟扎根的可能 謝謝 謝謝這位議長採權 那我們大概還有十分鐘 我們也許就是每一位都可以最後再總結一下 看你順便回應 就是第三位提問 來 我也要先 出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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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我覺得其實我之前講的已經差不多 講完這個意思 大家提問我們還是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回答 就是世俗化的影響性 我覺得就是要達到平衡 就是 我覺得這是可能可行的 不是不可救 那我覺得在隊長這部分還是可以再加強 要有更多人才進來 我會舉例來說 我覺得同志候選人絕對不是扣分 我剛剛講的環境運動 是因為我自己環境運動出身 我講這個比較準 講性別動我不敢講 所以可能會有下面的先進來 喊那個結論和部分 但是我覺得 如果一個候選人 他就標榜了我 就是性別證件 環境證件 我覺得他還是會有票啊 那如果他沒有做選舉次 因為你做這個事情的 用意是為了社會改革 你希望能影響更多人 所以當你發現這個選區 沒這樣的人 賞人說多選舉次 讓他這個人變多 這本來就是一個 這個參選也就是一個運動的過程 我覺得何必去在乎那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的確應該要提出更激進的證件 就是你應該要讓你的選民更清楚 我剛剛講是不是平台建立 更清楚你跟其他政黨不同 那如果今天這個選舉什麼事 就多建議 讓這個選舉支持你的領業人變多 那就可能會選上 那當然我覺得這不是天真樂觀 而是你當然要去評估每個選舉的 那個 他的實際的情況 還要用什麼的策略 這個當然不是用一些主觀的 就這樣期待 而是你還是要有策略 那這個本來就是 我覺得是應該要去堅持的 那我其實反而是覺得的確 我不希望綠黨現在就變成這樣的爭議 因為其實民進黨是剛才走過這一段 就是你到底是要更靠近主流社會 還是要更更更堅持理想性 還是你要去賭協 我講的人也吃妥協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未來如果要打這邊這場仗 也許你要更清楚的標榜也不一定 那有可能會減緩你 你得到政治權利的資格 對 是 但是也許他是值得的 或他也許會有什麼人育小的高的電話 都很難說 例如說像福茂這件事情以前 他已經大不了 但是他現在竟然變成很多 他一直民眾是什麼 我覺得真的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那其實像國外綠黨 性別政界絕對是最先出來的 不只是黃金 就這兩個都是最先出來的 還有人權 所以我剛剛講綠黨的國際性 我是講一個韓國點 但我講 所謂的國際的問題 就是綠黨有所謂的六大核心價值 那你是不是不然包含 所有的人權進度的主張 那些東西如果要落實台灣的政策的話 其實都是很激進的 那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當然你想 一直會 因為以前都沒有席位 所以會一直被批評說 要選上 要務實為目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很掙扎 那可是我覺得 還是得也必須要把自己的真面目 慢慢地露出 真面目 對對對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謝謝費子 中生中的女人 跟費子 我以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基金完全不是問題 冷屁才是問題 這個議題 你站在什麼角度上 你都會有支持者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沒有人關心的議題 你怎麼講 你講的 你不管在主流還是在基金 其實都沒差 所以我覺得性別 在這件事情上 我自己的經驗不是 我講我是男同性A 我支持多人增加 我會遇到反對派 我反而很開心 遇到反對派 我遇到的困境是 這個跟大部分的人的生活 他無法感受到關聯 那這個一方面是大環境的問題 就是 這些年來 環境問題跟日常生活的連結 我們透過 它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 有點悲傷的事情 我們透過大量的災難 把環境問題 跟一般的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 所以即使是庶民 他都很容易的理解 環境議題跟他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街頭講環境議題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容易打進他心裡的 不管他是開發派還是開發派 他就算是反對 他也知道他在反對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困境 不是我們夠不夠激進 不管是Robin在意的一件事情 還是說 我們怎麼樣變成一個 不只環保政黨的形象 我們碰到的症跡是 我講其他議題的時候 我得到的不是反對 而是忽略 我們怎麼改變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講 其中一個因素是大環境的因素 其實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我們的工作真的做得不夠 我們還找不到一條路 把我們的議題 即使帶走激進 也要連結到居民的生活 對一個一般的一心人來說 到底多人陳家 跟他有什麼關係 我反而容易談的是 教會成員 他反對我贊成嗎 我們容易談 我怕遇到的事 他就說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是我在選舉中 當我要談性別的時候 最大的困境 這個是我們所有激進議題 碰到的同樣的困境 不是激進 而是冷屁 所以綠黨有沒有辦法 扮演好帶著冷屁議題 進入每個人的生活 是我們真正的挑戰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每一次選舉中 都不斷的在奮鬥的事情 可是這個真的好難喔 就是真的真的好難喔 就是你可以跟一個反對者吵架 可是你要怎麼跟一個 他就覺得這件事情 跟他有關係的人 那第二件事情是 你的部分我真是有一個感受 可怕有點長 總之就是 不知道怎麼在三四秒內講完 他下次有直接在講 那一次要趕快接著 不要讓主人講完 第一點就是說 綠黨當然要維持一個 所謂理想性運動型的政黨 因為這個 台灣就是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失去了這一塊 我們就不是綠黨 或者綠黨裡面有警示 第二點就是說 蔡爸爸剛剛提到 就是說你想要更了解 各個候選人的狀況 我覺得你可能要參加另外的那種 我們的選舉檢討會 再來 那今天這種場合 比較沒有辦法談 細的選舉選擇 那自己也提到就是說 翻譯性別議題 或是綠黨如何突破 既有的純粹的環保政黨的形象 這其實我們在努力 那但是 我覺得取決幾個關鍵 一個關鍵是說 我們現在綠黨的組成裡面 有至少比較多元的 從宗旨評委一直到黨員的組成 大家灌注的議題 是不是足夠多元 那我是看到這樣的 就是說綠黨確實已經存在 這樣的多元性 只是這個多元性怎麼繼續展開 那第二個是關於就是像性別啊 這些議題在選舉過程中 我本來要點名小新 但是他先走了 他其實跟我們有討論過這個事情 就是說這些議題很難拿到 他的競選活動裡面去談 第一個 他在街口站在路口的時候 只有30秒或者60秒可以跟群眾講話 你不太可能在路口跟選民講這些事情 然後你在菜市場握手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去談這件事情 就如中民講的 這是一個公眾 在日常場域裡面不會特別去討論的事情 或是關切的課題 所以他可能是在別的場域才會討論 在選舉過程中如何創造場域 或者是找到場域去討論這個事 但是很難在所謂場域生活 跟他對話選舉過程中 變成一個最主要的顯著課題 除非他變成是一個 社會上當前正在討論的顯著課題 那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綠黨確實要在這方面多一點武力 那最後一點關於里長 因為我衝到最大的問題 是里長大部分都想要五黨籍參選 因為他想要吸收不同黨派的選票 那包括其實像綠黨這次 有一位黨員參選里長他當選 不是黨員 他沒有用 這黨員他是沒有掛綠黨參選 他當選 那所以其實對一個政黨如何經營 民黨全體這些事情 事實上我們覺得 我們還沒有有機會 好好想一想這件事情 不是忽略 確實 我們沒有好好想清楚 這方面沒有很多的主動黨員 想要綠黨參選 議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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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四分鐘高好兩位 謝謝 其實我該講的我講 就是所有心情 真的非常高興綠黨獲得公職的位置 然後其實我選前不只跟一個部門談過 我非常擔心綠黨這次沒有選上任允許 但是能夠選到允許 就算是即可的話 那也是很大的成就 因為幾年前突破了1.5以上的公文局選票 這一次開始有十次 那也很衷心希望 那一年後就有一位立法的立法人出現 所以就是綠黨加油 第三勢力公民族倫加油 折衛倫加油 謝謝 我們這一次是有一個 有一個設施 他們是高射精第一位 但是那一群人是最有可能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 卻是全西魯區投票率最低的 不到又是他 然後 所以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就是擾莫 然後後來人跟我講說 有錢人他們根本就不需要民進賽者 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民間幾乎要解決 然後 然後我還觀察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主流的價值 例如說 有人他 就是主張要自經區 然後主張國土要鬆綁 但這些事情變成說 其實 其實倡議這樣子主題的人 他有可能是因為他得到的資訊 不多元不對稱 所以他 他做這樣的主張 他覺得那個非常好 所以變成說 我們要在怎麼樣 然後這樣子 他通常又掌握很多資源 但我們掌握的資源很小 然後又 說話又不夠大聲 然後沒有什麼機會可以 可以上去跟大家講說 這些可能是另外一個 有一面像是怎樣 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讓這些資訊 被多元的呈現出來 然後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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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對於社會議題 對於各個社會組織 當然也包括政黨 包括第三勢力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投入 那我們接下來請凱哥 來繼續介紹一些 我講一下 其實這個禮拜五 接下來即將來的禮拜五 那哲悟的最後一場 我們要談 請紀大委來談一下同志文學 然後歡迎那個智傑也幫我們宣傳 因為就是希望說 因為 哲悟比較想要去討論的是 那個主流議題沒有再去談的 那我想說 每次我們一到選舉以後 我們所有該討論的議題 全部都退位 然後看來去變 當然就是很技術性的 中部的關係兩場政治的關係 那其實對我們 好不容易累積的 共同社會的能量 每次一到選舉就停了 那大概也不會 我們也看不到 什麼大的選舉的 一些公民運動的產生 等到民進黨上來的時候 那個公民運動其實 就一定會有往下降 所以我們可能是自己要 自己的設備要自己救 所以歡迎下個禮拜五 然後來參加 我們今年度最後一場的 哲悅星期五 好 謝謝大家